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Linux核心实作课程 本周进行到第六周 那我们希望来探讨系统呼叫 还有延续上周的CPU排成器 在课程进行之前呢 这里有公告 就是在从3月22日开始 我们为了让学员 这边定义的学员就是选课学生 然后呢 还有就是前两次的作业 你有完成过班要求的旁听的同学 那你可以跟我预约一对一讨论 那这个怎么进行呢 就是首先3月22号的时候呢 你打开这个我们的课程形式例 那你会看到上面会有标志那个office hour 那最后我们的office hour很多个 我们跟很多课程不同 比方是 其实绝大多数的课程 大学课程通常都是office hour 就是一个区段 但是我们不是啊 我们会有好几个区段 总之你就是3月22日的时候呢 请你就是看我们这个课程形式例 然后 那如果呢 其他同学呢 已经预约了某个时段 那你也可以从课程形式例看得到 所以请你一定要来订阅这个课程形式例 然后再来是说呢 进行方式就是说呢 你查阅到你偏好的时段 而且呢这个时段没有被其他同学所预约的话 那你可以发讯息到Facebook粉丝专页 那你可能好奇的就是这个粉丝专页 这个这个小伙伴是什么一回事啊 这个这个小伙伴是这样啊 就是其实这个粉丝专页 从课程度就只有我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在看 但是但是呢 因为这就是 人性嘛 就考虑到呢 有些同学 可能会认为说 如果从课程度只有一个 一个授课教师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 你可能会觉得说 好像不会有回复吧 对不对 然后如果上面加一个小伙伴 你就以为说助教会在里面对不对 那事实上没有 我们这门课的助教 基本上只做杂事 但注意点 我们助教还是很重要的职务啦 就是说 我不希望我的助教花太多时间在这门课上 毕竟他要做研究的 就是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个粉丝专页 从课程度只有我在看 然后 所以如果说你有些话 是需要 私底下谈的 那这个私底下谈的话呢 包含什么呢 比方说你需要对分数 有很特别的调整 主要不是说你要求多少分 我就给你多少分 不是啊 而是说你要跟我沟通 就是说你可能有出国的需求 你有到某些公司工作的需求 因为有些公司可能会看这门课的表现 然后再来是你可能会有一些私人原因 就是不管什么健康啦 心理因素啦 然后导致呢 你可能需要先跟我预知分数 预知嘛 预知不是predict那个啊 就是可能需要我先给你分数 那你之后再补 好 那总之这种东西呢 就是涉及到这个私人的事情呢 去发粉丝专业给我 好 然后不用担心就是因为 从头到尾之后我在看 好 那助教是不会看这个粉丝专业的 好 那也因为呢 只有从头到尾之后我在看 好 所以如果我很忙碌的时候呢 怎么办呢 好 你再多发几次讯息 好 然后你多发几次讯息 发现我还是没有看你的话呢 那你到时候再去敲助教 好 因为我跟助教每周五都固定跟他开会 好 然后 我们这个一对一讨论呢 其实时间不用很长 就是30分钟 通常30分钟以内就会完成 所以你不用太 太担心 那我建议是说呢 你可以早点约 就是早点约 然后约多一次一点 然后你就说 那我现在都没什么进度 可不可以约 其实也可以 就是当然选课的学生 我们对选课的学生 当然要比较照顾了 就是你选课全身呢 你有什么障碍 请你告诉我 总比呢 这个你到了期末 才发现自己什么批都没学到 好 那我需要多了解你的状况 好 那关于这个选课的学员的话呢 就是你有正式在成功大学 有登记的话呢 你本学期呢 至少要安排 安排一次一对一讨论 这个否则 我很难平补你的学习状况 然后影响到你的评分 请重视自己的权益 好 然后 我们接着看 今日的主轴 那我们今天呢 会区分成 两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 涉及到这个 系统无教 第一个部分是系统无教 第二个部分就是讲这个CPU排程器 好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 Core Routine Core Routine呢 是 是 是一个老东西 然后这个老东西呢 为什么要特别探讨呢 因为呢 这个老东西呢 在今天呢 会有新的作用 有可能会有新的作用 好 然后 我们本周呢 会安排一个测验体 这个测验体 跟Core Routine有关 注意到不是只有一个 我们本周应该会安排两个 两次的测验 然后就是跟Core Routine有关 好 那注意到这个Core Routine呢 这个出现时代非常早 1958年 1958年什么概念 人类史上第一个 分时多工作业系统呢 叫做CTSS 我通常在我的书本上 会提到我上课讲的内容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 我 尤其是在录影的时候 或者在讲解的时候呢 有些 议题呢 听不清楚的话 没关系 你在书本上找我看 好 我给各位的书本上找我看 有没有那个相关的描述 好 然后这个 人类史上第一个 分时多工作业系统呢 叫做CTSS 好 那这个C怎么来呢 就是叫做Compatible Time Sharing System 那这些 它之所以名字叫做Compatible呢 其实 人类呢 更早之前就有分 那个 多工的需求 好 但是呢 这个1961年 这个CTSS呢 是一个化石代 它真正的 把这些概念 然后 落实在当时的电脑上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好 然后 这个 它达到目标是这样 好 就是它允许了多个城市 你要注意到 其实在1940年代就有城市了 其实你如果 真的要说的话呢 在电脑发展之前 其实城市就出现了 好 其实先有城市再有电脑的 好 因为就是 依据这个电脑的发展历程来讲 好 因为人类 很早就开始思考 好 你可能知道就是有一个 呃 有一个被认为说 史上的第一个电脑城市设计师 叫Ada 好 那这个 它是私人拜伦的女儿 好 叫Ada 然后 呃 但是呢 Ada当时呢 虽然它的号称呢 它是撰写人类史上第一个电脑城市 好 但是它只能做 演算版的验证 它其实不需要在 实际一体执行 因为 Ada在 设计电脑城市的时候 当时的电脑 还其实是 没有被发展出来的 好 然后呢 但是CTS是不同的 它是理论跟实作都兼顾的 好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 就是说呢 其实在1961年的 这个CTS出来之前呢 很多时候呢 就只有理论 然后就是有些数学的分析 好 然后但是 CTS出来之后呢 它是理论跟实作呢 它是兼顾的 好 主要这件事是非常关键的 好 因为 如果你看其他学科啦 尤其你看物理啊 化学 好 那呢 它的这个理论呢 跟 或是猜想 好 这些猜想跟 呃 验证呢 其实是落差很大的 好 像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 其实呢 从提出到验证呢 是非常长时间 好 因为我们这边讲验证呢 发生几个层面 比如说 在 同侪的审查 对吧 就论文发表会有同侪审查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呃 其实要遇到这个 当年是要遇到这个什么 那个 日时 好 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 好 就是 验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其实是透过 呃 好几年以后的这个日时现象 才有办法去验证 好 因为就是说 相对着重的地方是说 当你一个重力够大的时候 会有发生这个 呃 空间的扭曲关系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 需要验证的话 就要透过 呃 相当难得天文事件 但是呢 电脑科学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 呃 其实 尤其在今天 呃 验证这些概念呢 其实用一般的电脑就可以 就可以执行 我想这个是一个 很棒的事情 好 然后 所以注意到啊 我们讲的call routine呢 其实是很古老的东西啊 在CTS出来之前的1958年就存在了啊 好 它概念是这样啊 就是说当时呢 其实没有作业系统概念啊 甚至这个operating system这个词呢 其实是一直到1960年代才定案的啊 也就是说 呃 CTS出来之后呢 这个operating system这个词才定案的啊 更老之前呢 呃 作业系统呢 这个 这个责任呢 被叫做monitor 或是叫supervisor 好 就是 呃 就是当时没有这个 没有operating system这个词 好 呃 supervisor 哪里打出这 supervisor 好 打出这 好 好 就是说这个 在作业系统出来 这个词汇出来之前 其实 以前用的词叫做monitor跟supervisor 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如果去看一些 讲作业系统 同步处理的 像那个 讲seventh phone啊 mutex啊 讲mutual exclusion啊 你会发现 里面用词呢 会用monitor这个字 好 不要怀疑 这个词呢 其实是1950年代的词 其实这个词呢 延续了很长时间 一直到60年代 70年代都能用 那反过来说 operating system呢 这个词汇的出现呢 跟CTS是有很大的关联 因为呢 它其实它有一个 里面在它的原始论文 有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 它就是想象说 有一个人是什么 就是一个像那种接线员 就是电报 或者电话的那种 的接线员 然后 其实 作为系统扮演的角色 就像这个接线员 很多人要存取核心的服务 存取这个 硬体的资源 那大家就有个人做仲裁 那这个负责做仲裁的 这个特别的城市 注意点 负责仲裁的本身 它也是个城市 它跟其他城市沟通 但这个城市非常特别 比方是它是扮演 刚才讲的接线声 扮演这个 整体的这个 整体资源的这个调度 然后资源的这个排程 那这个特别的城市 我们就称为叫 operating system 那其实最初这个字呢 就跟那个接线员 是有关联的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 那个code routine 那这个code routine呢 既然它的概念呢 是在做一种词汇 出现之前的时代 它其实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呢 如果没有作为系统的资源的话 我们还是有这个需求 就是希望呢 有多个任务可以切换 那大家请你 请你留意到 1958年这个时间点 1958年那个时间点 当然已经有电脑了 但是那个电脑呢 其实不具备 分时多功能的能力 所以分时多功能一直要到1961年 才真的推出 所以1958年这个code routine呢 它是希望呢 这个 这些这些routine 这些这些工作 主要这个 汉语来讲 汉语跟英语 它不可能完全对应 所以我们这边来讲 我们把code routine的routine 把它翻译成任务 因为但是 让你们好奇 那task怎么办 task不是也翻译成任务 所以让我们这边讲 就是对应到的汉语的情景 好 所以你想让我今天可能有A B C三个任务要执行 好那我就先A执行到一个段落之后 我让他睡觉 好那记得我把B叫起来 好 然后呢 这个B呢执行段落之后呢 又就要睡觉 然后这时候再把C叫起来 好 所以就一直在做suspend 就是说当我要从A切到B的时候就会设计到A要suspend 好那B呢要resume 然后那同理从B切到C的时候呢需要什么 也是要做suspend跟resume的动作 好 然后所以注意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概念 而且它完全不需要作业系统的资源 好那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 这个其实呢它在特定的场景 比方说呢当我们在没有作业系统的时候 或者说呢我们有作业系统 但是我们不需要呢有太沉重的成本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考虑到用一种方式 就是一个什么叫协同式 协同式的任务 协同式的任务就是说呢 我就像刚才提到的A B C 那我让A执行段落的时候呢交给B去执行 B执行段落的时候交给C执行 那C执行段落的时候呢再交给A 对不对 这有点像那个你去跑那个赛跑 但是不是个人赛跑 是那种接力赛跑 就是那种接力赛跑概念 好那所以呢 我只要把这个时间间隔切得够小 就是每一半让它时间的够短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呢 整体来讲创造出来就是一个什么 多工的一个假象 我们正常讲的illusion 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很早期可以达到多工的方法 而且这个东西一直到上个世纪 其中存在 好你想一件事啊 就是你应该玩过一些经典的电动玩具 好比方说小精灵那种 小精灵对不对 小精灵那种电玩 好然后你要知道一件事啊 小精灵的电玩呢 它运作等级的是非常非常低 不是低而已啊 是非常非常低啊 就是当年的这个小精灵电玩呢 它可能是跑在那种4.77MHz的这个晶片上 因为这种运算能力非常非常差的 但是呢 你有没有看一件事啊 这个小精灵的厉害地方在哪里 就是当你在移动这个小精灵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鬼啊 对不对 有一些种敌人啊 或者各式各样的这个场景更新 注意到呢 那时候呢 用的硬体呢 其实是6502 就非常低阶的这个 当然当时算不错了 但是今天来讲 是非常低阶的一个硬体 这个东西到底有多低阶呢 你的手机里面呢 几乎每一个晶片都比这个 6502的运算能力强 不是强一点 还是非常强 就是你手机上 已经不是比说那个 有几何这种东西了 不是啊 就是你的手机上 哪怕只是来处理那个呼吸灯 对不对 你手机上会有那种灯 暗暗亮亮 暗暗亮亮 哪怕是处理呼吸灯的那个 微控制器的 很可能都比这个当年呢 跑这个小精灵游戏所用的 这个CPU来着运算的来着强 好 那既然呢 吸不醒呢 它就只有一个 那为什么可以做到 又是更新这个鬼啊 又是更新这个精灵啊 甚至还有更新宝物 然后可能上面 还显示还剩下多少时间 所以请你想想啊 这个小精灵游戏呢 其实要处理非常多的事情 那当时的技巧是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用扣力的技巧 就是说呢 我的确呢 有更新分数 更新现在的这个剩余时间 好 那当然我要去做这个 依据键盘的操作 好 依据键盘摇杆 好 或是这个相关的输入装置 好 我要我要什么 我要取得这个移动量 好 然后我要显示 好 所以呢 那其实他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任务 好 好 那平凡的做什么事情呢 平凡的做suspen跟lizum 好 所以最大的在80年代的这个小精灵 好 就是1980年代在日本推行的这个游戏呢 其实他也用到扣鲁听的技巧 好 只是说这边的扣鲁听技巧呢 呃 当时呢 是用组合运势做的 好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是我们可以把这些旧的概念呢 重新在新的程式语言把它做出来 好 那所以你在本周呢 就会看到这个用西语言 好 包含说我们等一下讲解的内容跟 呃 本周的这个对应的测验体呢 其实就会讲到这个 呃 扣鲁听 好 好 然后 注意到呢 这个扣鲁听呢 它在实际的场景呢 也是很多元 呃 它可以用在server 还记得我们在第一周的测验体 还记得吧 第一周的作业 第一周的作业呢 我提到就是说 要那要大家去修改一个web server 那我知道有有些同学还没有做到那边 没有做到 赶快去做 好 然后就说那个web server那个情境 好 呃 那个情境很特别的地方是说呢 如果你要建构一个网页伺服器 其实呢 就算完全没有执行序 也是做得到的 好 甚至呢 你可以处理来自不同客户端的连线 好 注意到 这件事呢 是完全在 普通的电脑就做得到事情 但是你需要变更你的开发模型 好 那 扣拥听呢 就是可以 可以做这样的运用 那此外的话呢 这个这个像web machine啊 好 然后甚至 甚至什么 甚至 呃 一些高性能的这个网页伺服器呢 其实也可以看到扣拥听的踪击 好 然后注意到呢 就是说呢 虽然它本质上呢 它是属于这种 协同式的多工 好 但是呢 只要有办法提供一些机制 就是运用一些机制呢 例如说signal 啊 这边signal就是其实说第一周的这个 呃 作业其实有提到东西 好 好 怕东西忘记signal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这个main page 好 顺便一提到这个main page呢 它就是所谓的第一手材料 所以其实你不应该花太多时间Google搜寻 对吧 因为其实呃 这些材料在你的电脑上就就存在 你在你的电脑上呢 只要输入什么呢 输入 输入main 空格signal 啊 你输入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查阅了 好 在本地端就查阅了 对吧 就开始 你看 我输入这个命令按下去 顺便就得到 好 所以这个不要舍尽求援啊 在你电脑上就可以拿到的资讯呢 你为什么要去帮Google赚钱呢 对吧 好 你去帮Google赚钱 难道你以后去Google面试的时候 人家就 人家就会对你领域吗 绝对不会 好 好 然后来追看这个signal 然后这个 追看啊 这边有个7 7呢 表示它的section 好 就是section是有这个 有它的含义在的 好 例如呢 如果你在底下看到一些 写2的 好 像这个right 写2的话表示什么 表示是系统呼叫 好 然后如果说上面写3呢 表示这个是韩式的 好 就是一般的韩式库所提供的 好 好 所以显然你可以刚刚说呢 这边来讲话呢 就会有不同的 不同的section 好 7这个section呢 其实就意味着是总论 好 总论就是说呢 它会有一个 有一个 比较前面的一个描述 好 然后就像这个 就像标题看到的 就是他讲说这个signal的一个概况 好 然后注意到呢 这个 Linux的发展呢 其实它会依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它叫Pathis Pathis这个标准呢 是从1980年代被制定的 好 然后这个 倡议者呢 跟Lichard's都没有关系 好 我们在第三周的时候呢 有跟大家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影片 好 还没看的同学赶快去看 就是这个 就是叫Revolution Always 看作业系统的变化 然后注意到呢 这个Revolution Always呢 它是一部纪录片 好 但是呢 这个纪录片呢 其实背后隐藏的东西呢 非常的深入 好 就是涉及到说 有各式各样不同面貌的作业系统 好 然后这部纪录片呢 是以Linux为主要探讨 但是呢 其实相对应的这个像 相关的像FreeBSD 好 或者是更早 更古老的时代的BSD 其实都被 都会探讨 好 然后我们在里面的补充资料 还有提到像Unix的历史 好 还有考虑的发展 发展因素 其实都是里面全涵盖的 那我想 我们跟大家讲这些故事呢 历史的故事呢 其实 除了 让你知道这个历史的脉络 然后我想一个技术来讲的话 你要知道 这些技术很多都是延续的 尤其呢 像Linux核心呢 它会把这些历史的轨迹的 涵盖在里面 所以Linux核心呢 非常重视历史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轮课呢 要去讲那个历史 因为如果你不了解 它发展历史 你连名字都看不出它 所以然 反过来说 在一些商业的作业系统来讲的话 它不是那么在历史 这倒很简单 因为商业的作业系统来讲的话 它最重要就是 它要有特点 它以这个特点去换取它的销售量 或者换取它的权利金 诸如此类 它能够获利的方式 所以往往呢 它会有这种 就是 就是那种新瓶 用新的瓶子装了旧的酒 但是对外宣传它是新产品 这个在商业的作业系统是很常见的 但是Linux不是这样的东西 Linux会把很多历史的也痕迹 容纳在它自己的核心里面 即便呢 Linux核心相对是比较年轻的 Linux核心距今30余年的时间 其实相对是年轻的 我们在这层课 会讲到很多历史古老的东西 像刚刚提到这个 刚刚不是提到这个吗 CTSS对吧 很古老东西 1961年 然后Martix Unis 都是那个历史很古老的 超过50年历史的 Linux相对来讲就比较年轻 但是里面有很多痕迹在里面 好 回来看刚才讲的Signal 这个Signal是由1980代 在开始制定的POSITS 在POSITS的每隔几年 就会有个规范 好 那这个规范呢 既然会变动的 所以其实你要定时去查阅 这也是我们要求大家去读第一手材料 因为唯有第一手材料呢 它才会怎样 它才有机会跟着开发者 跟着规格制定者 跟着时代更新 对吧 如果你去引用第二手材料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看起来写得比较详尽 但是这第二手材料 它可能不会跟着时代去变迁 这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呢 要从第一手材料去学习的原因 好 然后呢 在这个POSITS的规范来讲话呢 它会有所谓的这种标准的Signal 那也会有这个LeoTine的Signal 好 这个LeoTine的Signal呢 很有意思的 比方是什么呢 其实你在之前已经用过了 例如什么呢 你想啊 像这个 你的程式呢 像我们LabZero 你在写的时候呢 应该有发现这件事 LabZero程式在写 在执行的时候呢 如果做某些操作 花的时间特别长 那就会有超时通知 那这件事怎么做到 注意到我们给大家 LeoTine的那个程式嘛 它其实是单执行序的 也就是说呢 它从各位取得程式码 到各位去撰写程式码呢 其实中间的都是单一执行序 好 但是既然单一执行序 我怎么知道我超时了 那这其实就要运用到这个signal 那我们就可以注册一个 比方说一个along 这样的一个signal 那这样along这个signal 可以做什么事呢 就像它基本上就跟你的闹钟一样 对不对 along 设定说我五分钟后叫我起来 那如果说呢 你程式一直执行 执行到那个闹钟醒来 那醒来就表示什么 超时了 反过来说 如果你程式执行完了 结果那个along没有触发 表示什么 你就是在五分钟以内 因为你设定的那个时间 就是五分钟 好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事情 事实上呢 在系统里面有非常多signal 所以你在底下呢 可以看到一些signal列表 好 然后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这个 提到就是signalong 那最重要呢 这些大写的表示什么 表示它都会有一顿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很重要 因为其实这是从很古老的UNIS的年代 就遗传 就延续至今了 然后有些东西呢 你应该在写程式的时候应该有遇过吧 就是超时这个 就是会遇到这个 然后呢 还会发现什么呢 segmentation fault sigsegv 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呢 它的讯息名称呢 叫做segmentation fault 然后呢 它的这个解释呢 叫invalid memory reference 好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事实上呢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呢 我们再讲这个什么 讲这个page fault 你会去查阅这个 维基百科关于page fault的描述 那page fault呢 在维基百科上呢 被列出三个主要分类 它会分类成叫做major page fault minor page fault 还有invalid 好 那这边你大概就是可以猜 可以推测出来呢 它就属于这种什么 invalid的状况 好 所以比方说呢 你在有MNU的状况下 你硬要去存取了 记忆体地址为0的空间呢 好 这个就会是segmentation fault 注意到刚刚有个前提 好 就是我们在启动MNU 好 而且做必要的设定的时候呢 呃 存取到0这个地址呢 才会被 才会有什么 segmentation fault 反过来说 如果你没有设定MNU 而且呢 这个 你的系统呢 就是刚开始起始状态呢 其实你是可以存取到 记忆体地址为0的地方 所以注意到 这个 我们之所以呢 遇到segmentation fault 其实有很多原因 然后呢 你看到呢 去存取地址为0的这个空间呢 其实是这样 它是有前提的 对不对 就是刚刚提到 你要设定MNU 而且那一段区域呢 要设定什么 它是 不可写录 不可执行 那这样的 有这样的一个设定之后呢 呃 你去存取那个地址呢 才会怎样 才会触发 这个 这个 这个signal 当然这个设定的操作呢 显然就是在linux核心做的 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底面有好几个 甚至你自己可以去定义 定义自己的signal 那这个在unius世界呢 允许呢 你定义 user1跟user2 那此外的话呢 这个随着版本的这个增加呢 可能还有一些变更 不过大体来讲就是这个signal 再回来看这个 好 然后呢 如果呢 我们可以运用这个signal 好 像说我们可以搭配 像那个刚才讲的alarm 好 那我们就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呢 我就可以设定说 我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时钟 有一个闹钟 那这个闹钟呢 就像刚才提到 可能是每五分钟 好 那我会把时间设短点 比方说100ms 我每100ms的时候呢 我就怎样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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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 触发这个signal 好 那一旦这个 触发这个signal的时候呢 我就会在 我们讲的这个signal handler 里面去执行什么 执行我们期望的程式 所以你在这里面呢 就会把你的排成的 也算了 实做在 实做在signal handler里面 好 那你这样 就算完全没有 做一系统的状况下 或者是说 就算完 做一系统完 没有提供相关的机制 但是有signal的话 好 只要 你的硬体平台 然后你的运算平台 有这个signal 好 那你就有机会去 实做出 preemptive scheduling 好 然后呢 这个扣主题呢 会分成 两种形态 一个叫stack4 一个叫stackless 好 好 那这个stack4 我就意味着说 它会需要存取到这个stack 好 然后这个东西呢 很关键的地方是呢 其实 这就相当于是 让你自己去体会 怎么去手动 最大我们特别讲的 手动去做 contest switch 因为就是 你要做这个 suspend跟铝 zoom 好 然后 在这边的讲话呢 就是 stack4的话 有个好处 就是它的弹性会比较大 但反过来说 它的这个 要保存的这个context的量 会比较大 所以一般来说呢 如果我们讲context switch 效率的话呢 就是 stackless会比 stack4来得好 来得有效 那但是遇到这个东西 是一个相对的 但还是取决于你的 这个 扣主题的实作 好 那不只是 刚才提到的 这个作业系统的层级 在C++20 那甚至呢 这个 对于C++标准 韩式库呢 就会有相关的 这个 的 提案 好 那这个 你可以看到2018年 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告 好 然后呢 还有 这网上的这个 文件呢 是非常多 因为这个 是很常用的技巧 你会发现呢 有些呢 在游戏开发 其实是很重视的 游戏开发啦 呃 那个 webbrowser 呃 不 webserver 甚至一些像 呃 meta meta就是那个 Facebook的公司 然后 他们用的这个 Foli Foli呢 是 算是Facebook 或是meta的公司呢 呃 极大层的一个作品 就我们在这堂课呢 还会 多次看到这个Foli 那你就可以 里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考虑数 啊 就是说 他可能从语言层面 他可能从这个 怎么去 呃 提升这个 并行的能力 哦 怎么去 提升 呃 性能 哦 反正有一大堆种操作 好 那其中他就包含着空间 哦 甚至呢 呃 连这个LLVM LVM是 他不是编译器 他是编译器的框架 你可以运用LLVM这个编译器框架 来开发出编译器 你也可以呢 利用LLVM去 把编译的功能 整合在特定的场景 哦 例如说呢 你你现在用过一些ID 就整合开发环境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那 现在IDE的非常强大 以前我用IDE的时候呢 呃 只能做打字啊 然后 编辑啊 除错 我已经觉得很棒了 就是在 在二十几年前 我在使用IDE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样的功能非常厉害了 但注意到今天的IDE呢 更强大了 它可以做自动补完 你要想到自动补完呢 这些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它了不起的在哪里 就是说 像printf 呃 你打PR 然后呢 你要自动补完 那我到底要补完是PRINT 还是PRINFO 还是 呃 什么PR64N 就是它 PR开头会有一大堆 对吧 然后呢 更难的地方在什么 当我要做自动补完的时候呢 其实我必须要对程式码要分析 对吧 我要知道说 我现在的这个 自动补完这个区域呢 到底是function name 到底是keyword 还是说呢 它是在一个function scope里面 所以其实呢 做得好的 的IDE呢 其实它需要整合编译器 或是至少整合一部分的编译器能力 好 那这个 有了LVN这件事 做就相当容易了 所以这个你可以 呃 你可能有看过像那个 那个visual studio code 它其实有的就会整合那个 LVN 然后这样的话呢 可以做这个程式码的 呃 补完 程式码的这个 就自动补完 然后自动的侦测 甚至还可以陪你一起写程式 那这跟你一起写程式很重要嘛 就是像那个Github有推出 Code Pirate Code Pirate Code Pirate 就是一个副驾驶 对吧 然后 那其实这个副驾驶写程式码就很强大 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呢 在LVN或是Code Pirate里面呢 它其实有内建的这个Code Pirate的资源 这件事非常重要 其实就是说 呃 因为它就是 就算呢 你不需使用桌椅熊提供的这个process跟read 你还是可以在语言层级资源多工 这个 再讲一下 这个东西非常之关键 然后我们之后呢 在好几个地方都看到 然后在Google开发的这个GoLang 就Go这个程式语言呢 里面呢 有个东西叫GoRutein GoRutein呢 其实呢 就是GoRutein的展现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好 然后事实上呢 Boundless核心在内 其实也有这样东西 其实也可以做这个 呃 那个GoRutein 好 然后 那 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 其实GoRutein的最主要技巧 就是你要去做 Suspect跟Resume 然后Suspect跟Resume呢 其实这个东西呢 你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达到 你可以用使用的 StateJump LongJump 你会发现这件事 有一个很熟悉的感觉 对不对 就是如果你认真看第一次的作业 Lev Zero那个作业描述 那个作业描述太长了 长得我不跟大家讲 但你可以把关键词记下来 就你重新看一次 那个Lev Zero的作业描述 其实有讲到StateJump LongJump 好 那不知道的同学 请你自己去查阅这个Mainpage 那总之就是说呢 它的做法是呢 在标准还是库呢 提供StateJump LongJump的时候呢 那我会把当下 好比方说 我在呼叫LongJump的时候 我可以把当下的context 存在StateJump某个地 某个区域 好 抱歉 StateJump不是LongJump 好 就是我用StateJump的时候呢 我可以把当下的战权器 还有执行的资讯呢 保存在某一个机体空间 好 那到你呢 使用LongJump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 指定空间的内容 还原到战权器里面 包含说PC Program Counter 好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一旦你呼叫LongJump之后 做了一系列设定之后呢 你就可以跳跃到指定的地理 好 那一旦呢 你用StateJump LongJump的话 你就像是我今天做一个记号 好 所以我不管执行到哪里 好 我一开始用StateJump 把某个地方呢 标示出来 对不对 我一开始用StateJump 把一个地方标示出来 好 然后呢 我之后呢 不管执行到哪里 我就LongJump 就可以跳到什么 当初StateJump的位置 好 然后呢 我执行到某个地方 诶 又怎么 又用LongJump 达到指定的地理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可以让我们来 实作CoreRoutine 好 不过用StateJump LongJump来讲的话呢 因为它是很通用的东西 好 所以它的 要保存的Context的数量非常大 好 不然说 甚至什么浮点数这种资讯呢 其实都会被保留起来 好 那有时候呢 我们考虑到效率来讲的话呢 我们很多时候 不希望在Context的数据里面 去保存FPU 就浮点数的运算单元的赞成器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自己撰写组合员 这个 这边有个超连结 就是讲那个 写起来程式码 大概怎么 找什么样 好 不要被这个里面的组合员吓到了 其实这个组合员呢 你认真看啊 你推敲一下呢 其实看得懂了 好 知道 我们要抬举你的意思啊 因为他的组合员 其实很无聊 那他的组合员之所以无聊的地方在哪里呢 其实你在里面看不到什么神奇的指令 你看到大量的NOV 他就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刚才提到 我们需要把当下暂存器的状态存到机体的某个地方 所以这边在做的事就是把当下的暂存器的状态存到 存到指定的机体内容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反过来说呢 你要能够把它还原 对不对 就是说一个是把暂存器内容放到机体 然后另外是把机体内容还原回去到暂存器 然后所以后面呢 有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跳到该跳的地方 所以这边有个关键的地方是Jump 这个指令 但是但是期间中间来讲 你忽略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那个浮点数的部分 所以如果我们不管浮点数的话 从后到尾只看到什么 我们不论那个浮点数的部分的话呢 从后到尾就看到NOV 那这个LES那个S86里面去 让你去加速那个 加快这个 呃 机体存取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当作NOV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呢 我们在Core5T里面呢 如果需要使用组合员撰写的话呢 其实冲到的就是NOV 跟Jump 就是把暂存器内容搬到Stack 或者搬到机体某处 然后呢 再从机体某处呢 把这个资料搬回去到暂存器 然后之后跳跃 好 然后 所以注意到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组合员写呢 因为你可以很清楚的去规去指定说 我到底要用哪一个暂存器 好 然后甚至呢 你可以用Posits 有个东西叫U-Context 那之后我们的测译题看得到 然后呢 这个U-Context呢 从名字大概猜得出来啊 它就是 它可以把U-Context 就是包含说刚才讲Prom-Counter啊 包含说你这个StackPointer啊 或者是通用战争器的内容 保存下来 好 那你可以用透过这样的一个API 去设定 去还原 好 或者去查询目前的状态 好 然后 呃 这边要注意的话 就是说你在实作的话呢 就是要考虑到一些议题啦 像我的Valto 好 那这个 呃 就是 如果你用这个Signal Handle 来去实作这个 呃 如果你在Signal Handle里面 要搭配State Jump Non Jump的话 你要考虑到一些安全的防范措施 因为有很多攻击 或者有一些 呃 系统的一些 实作呢 它会考虑到这种 好 这种这种 这种安全议题 好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搭配看这篇文章 好 就是讲这个 讲这个Core 5 Tim的历史啊 未来 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继 好 然后这个Core 5 Tim的需求呢 很有意思啊 就是说 早期的需求跟现在需求是很不同的 好 早期的需求就是 我讲的早期就是1950年代 1950年代是说呢 呃 在不需要做一种的资源的状况下 依旧可以实作出多功的效益 那是早期的需求 但是呢 后来的需求呢 很特别的地方是呢 其实 它会搭配这种 好 就是跟那个事件处理有关 然后这个我们预计呢 在 呃 这周是第六周 好 对 我们就预计下周 好 我们下周会有个新的 新的作业 好 这个下周的作业呢 那你就会看到说是跟什么东西有关呢 就跟网页伺服器有关 但是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是坐在 Linux核心里面 听起来酷的呗 就是 呃 你在第一次的作业会接触到 userspace的web server 好 那你在 第七周 好 你会接触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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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rnelspace的那个web server 好 可能第七或第八周 好 这种我们教材会更动 会依据学人员的这个状况 所以 你有问题一定要告诉我 就是 就是 我希望呢 针对每个学 针对学员的状况 回去 去调整 好 然后呢 呃 我刚才提到啊 就是说 现在使用call routine的方式啊 就是说 它是一个 它要出一些事件 好 像那个web server呢 就一个 就很强大的事情 你想啊 你应该有遇过那种像Twitter啊 或是Facebook 它 它 这种服务 crash 对吧 就是或者这种服务 不能运作 但你会 你会知道 诶 Twitter也好 或是Facebook 不能运作的时候 它还是会显示一个网页 跟你说 啊 对不对 好像以前那个 如果你很早期就玩过Twitter啊 那Twitter呢 在系统故障的时候呢 它会显示一个金鱼的造型 就是一个 假装很可爱的 一个胖胖胖嘟嘟的一个金鱼 那Facebook故障的时候呢 很多种 总之它可能会显示一个讯息 然后那个讯息 要能够显示 其实也需要web server 也就是说呢 事实上Twitter也好 Facebook也好 它真正的服务 它的那些资料库 它的那些 真正能够去出一些商务逻辑 我们称为 business logic 这些部分呢 其实那些城市呢 是 其实是存在的 只是呢 当下因为某种状况 它不能被它运作了 然后但是它需要一个 web server挡在前面 跟你说 啊 我这系统故障 我系统维修 预计什么时候好 对不对 就是像 包含说你用PTT PTT BBS也会看到类似的东西 对不对 就是说台大的BBS 台大PTT 在这嘛 更新中 这个系统在更新中 请你一个小时后再回来 请你明天再过来 那其实它也需要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处理 那这样的处理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它会有 它会去受理很多事件 然后它会搭配一个东西 叫callback callback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 它跟一般的function call 它其实就是function call 但是呢 它跟一般的function call 还是有个本质上的差异 就是因为一般的function call 它很明确知道 它要谁呼叫谁 对不对 就是A呼叫B B再呼叫C 这样的一个是一个function call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去建立这个 stake frame 我们会去显示ABC 当我要return的时候呢 就从这个B return到 C return到B 然后B再return到A 这个就是一个 原本的这种function call 那callback 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通常跟事件是有很紧密的观点 例如说你看 我像画面中这个 它是一个网页对网期的吧 然后我按右键的时候呢 就弹出一个什么 弹出一个视窗 我们称为叫pop up 那这个pop up window呢 它里面是可以做某些动作的 比方我可以用同文堂 把这个网页翻译成 繁体啊 翻译成的简体 对不对 我甚至可以要求去列印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什么 它就是 它还一定有方寻控 去处理刚才做的那些动作 只是说呢 这些方寻控到底什么时候呼叫 其实我不晓得 因为这些是取决于 这些事件什么抵达 然后呢 call routine呢 很适合在这种场景去使用 那如果说呢 你不用call routine 写这种程式的时候呢 会有个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因为你同个时间啊 像同个时间我按右键的时候呢 我可能这样 我当我在按右键的时候 我可能还 我的网页其实需要更新 也就是说 我不是只有处理画面中这个pop up window 我的背景可能会更新 对不对 就像广告要该谈哪里就要谈哪里 对不对 然后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其他页面要刷新画面 其实这样 其实要做 然后有call routine之后呢 这件事情可以变得很单纯 你可以在没有特别追求的资源状况下 可以做出多更的效益 然后这件事呢 在call routine也会遇到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里面 这里面的一些一些一些案例 像Qmium Qmium这个东西就很有趣 它是一个 它可以当做指定级模拟器 也可以当系统模拟器 指定级模拟器就是说 你可以去模拟案的指定 模拟 risk file的指定 这叫指定级模拟器 然后但是Qmium呢 也可以做系统模拟 系统模拟就是说 它提供是完整的系统 比方说你用系统模拟的话 就可以拿来上面 可以执行Windows 执行Linus 然后呢 速度还非常快 这个Qmium 你可以去查它的作者 它的作者是一个神人 然后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很神的地方就是 你看哦 我今天要模拟一整个系统 就模拟一整台电脑 其实它需要非常多周边 对不对 像网路是一个周边 Display是一个周边 Keyboard也是周边 然后呢 这些周边呢 你乍听之下 可能需要一堆指定序 但是Qmium呢 一直到今天为止 其实它大部分的时候呢 都是单指定序 但是它可以去更新一堆状态 就跟前面讲那个 神工学很像 小精灵很像 对不对 所以只是说小精灵 它是去更新那些GameObject 然后呢 那个Qmium在做什么 其实呢 Qmium呢 是更新这个 各式各样的周边 然后刚刚提过LVM 有这个CodeRoutine的资源 那甚至呢 包含说一些商业的作业系统 像Friados 它有商业化 它是Open Source 但是它有商业化 它其实它本来是一家 商业公司的产品 后来被Yamaxin买下来 就重新授权 用这个更宽松的方式 去授权那个Friados 但是它其实有做商业应用的 好 那这个Friados呢 其实它也提供了这个CodeRoutine 好 那这边呢 这有几个实作分析 那我们在之后课程也会提得到 好 然后我们先来看这个Colo 这个Colo呢 是跟上面Colo不一样 这个Colo是我们自己写的 就是我们有个目录呢 什么叫做Concurrent Program 就是我们针对一些场景 针对一些情境 我们去改写 改写这样的一个程式 那这个就是一个CodeRoutine的实作 好 然后这个 这边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边list.h是什么 这边list.h 你写过第一个作业就知道 你光看这个内容就知道 哦 这个就是Links Kernel风格的 对吧 虽然你看第一行就知道 但是你可能终于瞄一瞄 对不对 你看到什么 看到什么containeroff 你就知道 这是Links Kernel风格的link list 好 然后呢 这个Colo.h在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东西酷啊 好 那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知道嘛 就是 它其实运用到Links Kernel风格的list 好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哎 这边的task 你看 所以为什么要让你写作业 好 你写的作业 说真的 看这些程式才会知道 它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你知道这边 宣告成task的结构体是什么 它就是link list 对吧 一个 一个又一个的这样一个 一个又一个的排列 对吧 就是这样子 一直接下去 对吧 这就是link list 然后呢 它用link list去表达这个task 去表达这个结构 好 然后呢 由于呢 这个list的API呢 很强大 很好用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可以拿来做什么事情呢 好 我们呢 可以在里面呢 哎 比方说我去新增一个任务的时候呢 就是把任务呢 加到尾端 好 所以就是list add tail 对吧 好 然后呢 当我呢 要去切换任务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很单纯 好 就是 就是去看说 这个list 它是不是空 是不是空空的 好 如果它不是空的话呢 那我就说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尝试去执行 好 但是执行的时候 我要把那个任务 把它移走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在task这个什么 这个link list去描述的这个 描述的一些结构 描述的 就是用这个link list去表达 哪些任务要执行 对吧 好 那一旦呢 我拿出来执行的时候呢 我就该把原本列表 把它搬走 好 否则永远就执行在同个任务 好 所以你看 我就是把 我想要的任务取出来 好 然后再去更新list目前的状态 好 好 然后呢 这边呢 涉及到一个stack操作 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是属于stack4 就是说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其实需要一个stack 好 好 那之后呢 用long jump 跳到该跳的地方 好 好 那这边的environment呢 就包含了 包含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main page 好 注意到 这讲一次 不要舍尽求远 对吧 你在 你在本地段 你看我完全不用Google搜尋 你可能也知道我这台电脑非常旧 我这台电脑将近有11年的历史 11年 我用这台电脑将近11年了 但是依旧在今天用得很好 当然偶尔那个直播的时候会断掉了 请你原谅我 这个 这个呢 我最近最近已经开始在调整我的系统了 好 那从此就说呢 你看 就说我在我的电脑上 我不需要什么去Google搜尋 因为我的电脑Google搜尋很慢 好 我现在这台电脑连Google搜尋都慢了 但没关系 好 我就是善用工具 对吧 好 我就可以去查阅这个 Say John Long Jump的描述 好 那你说 没有我习惯的看法 对不起 那请你习惯 就是 对不起 UNIS世界很霸道 UNIS世界霸道的地方就是 它的展现不是你们这些年轻的习惯的方式 因为冰淇淋是一堆老扣扣在做的 但是呢 一旦你习惯的方式的话 你可以接触到非常多 很多元 而且是第一手的讯息 你看这个main page 你看 它这个2017年 这一页 2017年还有更新 当然有些页面的 它会更新的比较频繁 这样是这个Signal 对吧 就是你我去看 不是 这主要是我这台电脑问题 那有些像什么 像 看一下什么 Signal NFT 看里面比较新 你看 Signal NFT就比较新了 然后或者说像 我们晚点要介绍的Clone Clone系的无调的话 它什么时候呢 2019 就是相对是新的 当然如果说 这取决于你系统的那个 这个套件的状况 但是不管这样 它就是一个第一手消息 好 然后 这边在做Task 那底下在做Join Join那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因为一开始 我们在建立任务的时候 缤纷多路 就是还记得我们之前 在上课的时候 有讲过那个 并行的多指引续成设计 我们讲过Fulk Join的模式 对不对 就一开始会先做Fulk 这个Fulk 不见得是系统呼叫的Fulk 它就缤纷多路 然后之后部队Solo 这就是Join 那Join的时候也是很单纯 也是一样的 去呼叫什么 去使用那个 List Delete 但是其实 这不是真正的Delete 其实这边 是那个Remove的意思 那为什么用DL 最主要是要跟ADD对应 就是反正一个是加入 一个是移走 注意到Delete跟Remove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在这个操作来讲 它不是Delete 它是Remove 然后这边来讲话 你会看到一个熟悉的东西 List First Entry 这个就是用到Contain and Off 所以你有发现 你不知不觉写一个排程器 对吧 那这边来讲 这个城市在做什么事情 它就是可以让你去切换 我们看一下执行看看 执行看看 Current Program 换一台 换一台 Current 这台没有 我们慢慢抓 好 这个你可以把这个Repository 抓下来 那它是这个Curl这个Move 然后刚刚那个程式执行的话 就是 那它就去切换 好 那注意到这个程式 它可能会遇到这个 像刚刚遇到这个Segmented Fault 这个最主要问题是 处理器架构的问题 就是 如果你在S86的电脑上 执行应该会对 但在我目前的架构 是On的架构 就是 这我还要在 在 调整 好 那总之我只是要提醒你 就是说我们其实就做这样的一个手动的 手动的一个方式 就可以去实作这个Curl Team 那当然你可以把 刚刚那个切换的程式码换成那个 换成那个组合员的实作 然后再来是 我们会介绍另外一个东西叫Fiber 这是另外一个实作 NC的话也请你自己看 就是那个 它是跟网路操作有关的 那我们讲这个比较稍微多一点的 叫Fiber 好 那这个程式在做什么事情呢 Fiber 这个 这个 这个Fiber呢 注意的 这个Fiber呢 其实也是一个词 就是你可以去查维基百科 Wikipedia Wikipedia Fiber 或者UserThread 就是在电脑科学呢 很多词汇都是借用的 然后这边Fiber呢 就是那个纤维那个意思 就是那个 或是光纤 我们讲那个光纤 光通讯呢 其实它就是用这个 就是这个字 Fiber 那不过这边我们讲的是电脑科学的意思 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是讲那个颗粒的程度 就是执行单元的那个 的范畴的话 最大的范畴就是叫做Process 就是所谓的行程 然后再小一点呢 它叫执行序 就是一个行程里面可以多 包含多个执行序 好 然后呢 一个执行序里面呢 可以包含多个Fiber 或是多个Core Team 所以说啊 Fiber跟Core Team呢 其实它是 它是同一字 那之后呢 你在有些描述它会把它区分 但是就是在我们这阵课 我们没有特别去区分 什么叫Fiber 什么叫Core Team 其实它本质上是一样东西 我就把它摆在一起讲 好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就是一样 我们去执行它 去编译去执行 好 那我们来 在执行前 快速浏览 快速浏览说 这个词在做什么事 Fiber 对这个 然后呢 这个呢 这个城市呢 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特别的地方呢 它会去 它会去计算Fibonacci 注意到啊 它会去计算Fibonacci 好 然后 这边有趣的地方 它实作一个Spon Spon就是那个孵化 就是那个母鸡孵化小鸡 那个孵蛋 那个字 Spon 然后 然后那个 这个Spon呢 它的实作方式呢 很有意思 就是前启行的 好像没什么值得看这边 就是配置空间 但是注意到你要配置一个 针对Stick的空间 好 然后呢 接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接着真正困难的地方呢 是这个Chrome的系统呼叫 好 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 Chrome系统呼叫 那这个东西要做什么事情 最好这个城市 你下周还会看得到 那这个城市呢 就是说呢 我呢 去用Chrome这个系统呼叫 好 所以呢 这个Fiber呢 其实我们要求呢 作为系统去 帮我们建立一个什么 帮我们建立一个child process 好 那你想不对啊 你刚刚讲 不是讲说我们讲说 Fiber是比 比形成更小的单元 对不对 你看最大的叫什么 最大的叫做process 然后再来是thread 那thread里面呢 可以有多个fiber 它是user level thread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这边呢 的fiber呢 其实是用Chrome这个系统呼叫 好 然后你乍看叫做说 这个标题不是讲说 建立一个child process 对不对 建立一个指行程 但是事实上呢 你可以拿来建立thread 对不对 这个东西很奇怪 好 这门关系 我们等一下会来解释 这个部分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要求呢 要求作为小 去配置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呢 它会 就是建立出来的 这个新的这个执行单元呢 它跟原本的空间是共用的 所以你就想到 想到什么 就是像是家 就是一对夫妻 他们生了一个宝宝 但是宝宝呢 一开始是跟夫妻一起同住的 直到有一天呢 有一天这个小孩子长大 对不对 他该出外读书了 所以他就出外读书 他就离开了 或者说像各位嘛 各位像读大学 读大学应该 很少的人还住家里吧 就是不多啦 可能偶尔会有几个同学住家里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同学 都是住在校外 校外才有 对不对 你才方便做某些事情嘛 对不对 你说为什么 你说我当初为什么要读成大 其实我当初可以读 读台大的 就是台 我那时候台大 像台大资管啊 还有什么 教大的 教大的 什么 那个叫什么 知科 反正我那时候台大和教大 我都可以读好了 但是 后来选成大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 万一要跟女孩子同居嘛 这个很显然道理嘛 对不对 因为你看 我住在苗栗 那如果呢 我如果 我如果住台北 我住台北的话 我爸我妈就不会管到我 但是台北那个消费比较高嘛 对不对 所以台北消费那么高 那我应该 就是手上先钱应该就不多了 然后我去 如果去读教大 我那时候完全不考虑教大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从我家开车开到教大 只要半小时 所以我爸我妈只要来 无聊来探望我就完蛋了 对不对 说明还会叫我要通勤回家 对不对 就读教大 然后要通勤回苗栗 对不对 有可能会叫我干这种事情 不要死不做 对不对 那读成大 因为那时候 那高铁还没有盖好吗 所以高铁还没有盖的时候 从苗栗到台南 其实很久 搭那种什么电车那种 搭那种什么 菊光号这种 可能要搭四个多小时吧 对不对 所以我爸我妈就不会没出来 所以我就可以有自己空间 好 那这个Chrome这个东西就很酷 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系统部件 就是它可以建立新的行程 但这个行程可以共用空间 那你说 这不就是跟行程的定义不同 对不对 就是以前在很多考试 对不对 考试都会问说 Process跟Thread的差别 那你说 Process就是它的Adress Space独立的 那Thread是共用Adress Space 但注意到 在Linux讲不是这样 Linux讲的话 Process跟Thread 它的区分是很小的 它是故意要让 Process跟Thread的区分 几乎没有区分 这是Linux故意的 那这样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一个系统部件 去决定 我要去建立新的行程 还是建立新的直径 第二个是 因为在行程也好 或是直径来讲 其实有很多部分的程式码 可以共用 所以如果没有特别区分的话 就很多程式码可以共用 所以你只要专心做好一些检查 专心做好那些属性的设定 然后再次 一旦你提供Chrome这种系统部件 你就可以拿来实作一些 很特别的系统部件 比方说叫VFolk 那就可以让系统的 共用的层次可以提高了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 很酷的情境就是说 像刚刚提到 就像刚刚讲小孩子 就是小孩子长大 就想要离开家里 就会自己 自己有一个新的生活 但是如果小孩子 工作之后不顺利 就失业 或者遇到一些财源 你知道吧 就是想紧紧补警器 那他决定搬回老家 父母亲敞开双胸 敞开心胸 敞开双臂 欢迎这小孩子回家 那也可以把不同的 A3Space合并 那这个就是 如果你把Process跟Swift做很大气氛的话 刚刚那件事做不到的 所以刚刚那件事 把不同A3Space合并为一 这个在Linus核心非常重要的操作 我们这会儿会讲些什么虚拟机器 或者讲些案例的时候很重要 然后总之呢 那这边来讲话呢 你要知道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讲了CodeT 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实作方式 好 那我们在第七周 第七周或者第八周以后呢 我们会开始讲这个高效 High Performance Web Server 那这种网页伺服器呢 特别的地方是呢 我们讲的是要高效 不是有就好 第一周你已经看到说 怎么做出一个有就好的Web Server 但是我们在第七周开始呢 我们就讲 把品质拉上来 其实我们整个学期都很重视品质 好 然后呢 这边就会介绍一个东西叫C-Serve 就是我们在下周呢 正式来介绍这个Linus的Process 是我们来介绍这个C-Serve 那为什么叫C-Serve呢 因为 因为你老师我就叫J-Serve 那我就跟C-Serve 那为什么叫J-Serve这个词 这是这样啊 因为其实我二十几年前 是在做Web Server的 可能难想到再来 我二十几年前呢 我是在做Web Server的 我是在写网页的 我是在做资料库的 因为那个年代你知道吗 那个年代就是 什么也没有分什么前端啊 后端啊 反正什么鬼都做 我连什么机器的架设 就是你知道 为什么叫做架设网站 对不对 你们觉得 为什么架设是网站 不就是敲 敲命令啊 敲那些程式码 为什么它叫架设 因为以前制服器真的是需要 一台又台的机器 对不对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以前可能是吧 一台 对不对 比方说以前可能有一台这样的一个电脑 对不对 就搬在某个地方 然后可能要插满机体 那你要知道以前电脑很大台的 以前电脑都是有一点那个 有点那个价格 然后像我在上个世纪末 那时候就接一个案子 那个案子就是 IBM 台湾IBM的报价 报个可能几百万 那我们就 我们就抢那个案子 然后可能就台币大概一百万 然后一部分钱 佣金嘛 要给那个我们的伙伴 最终应该是 那个绝标价应该是99万 注意到99万这个数字很重要 因为那个涉及到公部门的招标 就是一百万以内呢 它招标会比较单纯 如果超过一百万 它招标就比较复杂 那总之 我们我的伙伴去标到的案子 然后再报给我 所以我可以分到台币50万 就是你要知道 在二十几年前 50万台币是很大的 而且不用缴税的嘛 就是拿现金的 像我一直到今天都还有个习惯 我很喜欢背着背包 因为那个 我第一次拿到50万 就是把那50万塞到 那个塞到我的背包里面 那个这个真是爽 对不对 好 anyway就是说 那个年代就是真的是 从那个机器的架设 要架设机器 然后插那个RAN 插那个硬碟 那时候还没有SSD 就是用那个硬碟 然后除了这一块 还有什么网路线 还要去学 怎么接那个线之类的 anyway就是 好 然后呢 所以其实我在上个世纪 其实就是在做 上个世纪末 在做那个web server 那也因为这个 做这些web server 做这些应用 发现 其实我需要对 作业兄本身有更深入了解 我才把这个Linus 然后有更深入去探考 那当然除了Linus以外呢 像这个编辑器 虚拟机器 我都有 一并有接触 其实它就有需要 好 然后它的架构呢 长得像这样 就是说呢 它会区分一个叫master process 就是顾名师就是一个最主要 最主要的process 然后呢 它会去建立若干个指行程 那这个 所以你看到 这个是清代行程 就称为叫pand process 然后这个是child process 然后呢 这个pand process 主要是什么 做什么 你就想pand process 就像总机一样 那总机呢 就接电话 然后赶快讲 赶快把这个 网络的这个要求 分派到不同的process 所以我们把真正做事 叫worker 那master process 就像那个 韩总机一样 赶快接电话 哦 关于这个教育问题 请某某回答 哦 关于这个 这个高雄的交通问题 请某某回答 所以其实韩总机呢 帮我们示范了 什么叫compute science 一些设计理念 我们这门课呢 有些地方还会跟 韩总机就好 韩总机这个 这个致敬 因为韩总机用那个 人肉 用他的身体呢 跟我们说明了 电脑科学的运作 好 然后呢 所以你这么不要小看 那个韩国语先生 韩国语先生其实他是 我现在对compute science 有一定的认知 好 因为其实很多compute science 不然说我们之后 讲那个skapility的时候 又可以跑出韩国语 我相信 好了 我知道你不相信了 来 skapility skapility 然后呢 韩国语 你就打 Google搜寻单 韩国语 skapility 然后你就看到 对不要欢迎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教材 然后我们之后呢 讲这个多核处理器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这个 讲到skapility 然后我们就会把韩国语先生 这个材料拿出来用 这个网易要宰一阵子 我的浏览器太苦了 好 然后呢 这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里面呢 也有call routine 来看那个程式码 这里面呢 也有call routine 说来没 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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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语 国 打国就好了 好了 对不对 韩国语学生 他讲这个旗子跟塞子 所以他这个东西呢 我刚才听到他讲旗子跟塞子 让我这个大脑瞬间的顿悟 原来就是要这样子教学生 对不对 这个这个 不过最近韩国语不红了 所以我可能到时候 要再找一些新的梗 好 这个好 因为说真的好 我跟各位没什么 没什么共同话题 你看我上课的时候讲过 就跟讲台大医科 然后讲讲 有我讲一些女生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讲些什么男女朋友的事情 对不对 因为我跟你没什么共同话题 最近我就看那个 看你什么演唱会 我没有去 我就看那个演唱会 到底在挤什么鬼 然后就发现 我就发现 我就分不出那个差距 就是什么ITSY什么鬼 因为就是 光记那个女团的名字 我就觉得很困难 而且有个女团的名字很酷 韩国有个女团叫FX 就是那个 FOX 就是那个X对F的函数 对不对 好 Anyway就 取名字很有创意 不过那个团点没红 有点可惜 好 然后这个 这个的 注意到 我们这个西社的这个专案 它其实呢 我们刚才提到 它也有的嘛 它有扣鲁定 直接来抓成是吗 酷啊 酷必 然后这个专案呢 我们就是用这个细缘 然后搭配 搭配 哎呀 糟糕 啊 这个案子架构 所以这是为什么用 最近用这台机器 反正我最近要修那个 好 修了 就是如果你在那个 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层次码 其实在S864可以执行的 那我最近要 想办法让它在 安的架构可以运作 好 我们待会回来看 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有一个叫Koro 这个目录 好 那这个目录里面呢 你看那个 它其实里面有个排成器 好 然后这个排成器呢 就是它会去 呃 它会去做这个Vega 所以它还记得那个 前面讲 Suspend跟Rezoom 那所以这边来讲话 就是你可以想象 这个操作其实就是Rezoom 然后就是普通的名字 然后呢 我也可以去Dispatch 我可以把这个 分排不同任务 然后呢 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 回到刚才那个用途啊 就是说 你想啊 这中间要做很多事啊 其实呢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不会建立大量的行程 注意到 我们考虑到 就是这件事跟效率有关 如果我在我的CPU上 有大量的行程 行程跟行程之间 切换是有成本的 所以我们这边 有个很巧妙的一个设计 就是说 我让这个Worker Process的数量 跟CPU的数量 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呢 我们在建立这个Worker Thread 其实是 我讲Worker Process的时候呢 是跟那个CPU的ID 是有关系的 我们希望呢 每一个 就是我系统 例如我这台电脑上呢 我这台电脑上呢 有32核 对不对 所以我就应该就要建立 我就要建立 一个Master Process 跟31个Worker Process 然后呢 这些Worker Process 我们会把它 绑定在特定的CPU上 那这些怎么做呢 我们之后课程会讲 然后呢 但是我这边 只要跟你讲一件事 就是说呢 所以事实上呢 你在每一个CPU上 刚好呢 就有一个主要的Process 在运作 它可能是Master Process 有可能是Worker Process 总之呢 在这上面呢 在切换 在做真正的事情的时候 是透过什么 扣舞题来做的 好 所以我这边 讲到这边为止呢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就是说 我们实作呢 多工呢 是有很多不同的策略 好 那不然说 本周的策略题 然后你可以搭配 我们刚才讲的概念 来去验证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 这个系统胡椒 然后这个系统胡椒的部分呢 抱歉 这个教材比较多 就是一样 一样有录影 一样有录影 所以这个 我就不会讲 现在我不会讲戏的 那你想知道细节的话 请你搭配看这个录影 那我现在想讲的地方 是要搭配我给各位的书籍 那再提醒大家就说 你选课同学 一定要去登记那个表单 那个表单我们在 表单我们在第四周 第四周已经有提醒大家了 一定要去填表单了 否则就拿不到书稿 这是我们的教材 好 然后呢 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来看这本书的1.2 这一节 1.2 顺便讲 讲这本书的结构 我们这本书的结构是这样 我们会在第一个主要的章节 去探讨另一个核心的关键概念 当然不可能涵盖全部 就是我们会跟排程器有关 或者是讲到像一些 多核处理器 或者是一些排程的一些演算法 所以你可以从第一章来去复习 那当然强烈就是说 如果你已经学过作业系统的同学 还是要把第一章看过一次 因为这边讲的内容 跟以前学的作业系统还是会有些出路 那第二章呢 就会讲说CPU排程器的概念 那会取一点点程式码 但是不多 那正正在探讨程式码实作呢 是这个implementation这一个章节 那在这个第三个主要的章节呢 就会讲说怎么去实作 它就有大量的程式码 所以你看这个从80页到120页 有40页 那其实有这40页里面有 大量的程式码在里面 然后呢 在第四章的话 我们讲到这个group scheduling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你过去在恐龙书 或者类似的教科书都不会看到 因为它是一个 注意到它不是什么新概念 不是新的概念 但是 毕竟它需要 它是比较进阶的题材 但是注意到 你今天讲呢 你一定要学会 因为从你的手机 到用的伺服器 你间接用到伺服器 其实都会有什么 都有这个group scheduling 所以这已经是一个 就是不得不接触一环了 包含说你用apple watch 那也其实是什么 也是也会用到group scheduling 那第五章的话 就会去客制化 客制化一个 CPU排程器 那里面有很多那种 排程器的可调的项目 那注意到 这东西超重要 就是因为Linux核心呢 它是 它跟很多产品不同 像Microsoft Windows Microsoft Windows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变种 比方说Microsoft Windows 有针对Xbox 注意到Xbox那个游戏机 其实里面跑Windows 但是那里面的Windows 跟你平常用的Windows 是不一样的 它是针对Xbox 客制化的Windows 然后呢 你可能知道 就Microsoft以前 有推出手机专用的作业系统 叫做Windows Mobile 那Windows Mobile呢 它里面的Windows 跟你平常用的Windows 对不起 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再次Microsoft的Windows 也可以用到的伺服器 用在伺服器的Windows 跟你平常用的Windows呢 可以相容 就是你平常跑的城市 把它放到那个 Microsoft那个 server上的 可以执行 但是反过来是不行的 就是如果你把 Microsoft Windows Windows server上的城市 搬到你一般的Windows上 某些状况下 是不能执行的 或是它可以执行 但是某些地方会被限制造 像一些什么资料库 SQL server这种 它都行为会不一样 好 但是呢 Linus不是这样 Linus是从 迁入式装置 从那种很小的 很小的装置 到很大的装置 甚至到火星探测器 其实它用的Source Code是同一套 注意到 Linus这方面非常的神奇 就是它在针对小的 中型的 桌面型的 大型的 或是火星探测号 或是火箭 用的Source Code是同一套 所以它大量的需要运用 这个Customization 就是为什么要特别探讨 其实这个我们写的蛮多的 我们写的大概30几页 不止 165减掉 减掉140 我们写的40页 反正就这个 但这个还在写 你在3月21号的时候 你会拿到这本书的新的版本 那上面就写3月21号 各位应该是在上周吧 上周或上上周 已经拿到那个 旧的内容 本来南维新 我们就 内容会持续更新 然后再来是 第6章跟第7章 做很酷的事情 就是 你看到 你在网络上 可以看到很多人 在探讨Linus kernel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在举足 就是 主要我不在 我不在贬低他们 就是他很多时候 就是列出城市马 他说 哦 他是怎么一回事 那如果证明他讲的是对的 这很难的 所以很多时候 人们就是把那个注解 城市马注解 还要搭配自己幻想 其实这是 我希望各位不要做这种事 不要花太多力气在幻想 你可以大胆假设 然后 小心求证 求证的时候需要什么 就需要工具 那这边有个介绍 超级厉害的东西 叫Aptress 这个东西呢 就是 接下来几种你都用到 Aptress 或者Puff 这种你已经接触过的工具 它都是可以有助于去了解 所以看到 我们说168页到222页 这还在写 就是这个 也是50页的规模 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 这50多页的规模 就是希望呢 带大家去 就是寻优仿胜 靠自己去寻优仿胜 好 那回来看这个系统互交部分 系统互交就刚才提 我们提到呢 希望大家去强化相关的知识 相关的概念的时候 的部分 好 首先呢 为什么需要系统互交呢 其实系统互交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界面 什么界面呢 就是应用程式跟作业系统的 它的界面 好 因为 就像Linus Twas 在那个Revolution OS的纪录片里面提到的 没有人是直接使用作业系统的 人们用的东西是什么 各式各样的应用程式 所以人们接触电脑 是透过应用程式来接触电脑的 不是直接接触到作业系统 但是呢 作业系统必须提供一些必要的机制 像是什么机体管理啦 档案系统啦 网络啦 诸如此类这些 基本的基础建设 才能够让这个应用程式去存取硬体 因为呢 我们也不希望应用程式直接去存取硬体 在某些很特别特别的状况下呢 某些应用程式的确可以直接去存取硬体 但通常是有限制的 或是有一些弹书的 我们先忽略那种特别状况 我们讲一般的状况 一般的状况呢 其实应用程式要存取到硬体呢 其实都需要存取 透过系统呼叫 哪怕只是印出 HELLO这种支串 所以其实HELLO这个东西呢 一点都不简单 就我们常常在看那个八卦版对不对 八卦版就有网友会讲说 这个简直就讲一些戏虐的话 就说哎哟 要怎么把西元学好 西元不就是Printf 不是 你光是Printf这多难啊 这东西难在哪里 首先呢 它是一个韩式呼叫 对不对 它是一个韩式 这个韩式到底它用到哪些系统呼叫 这是超级难的问题 好来来来 我们来 就是与其那边通讲 我们不如来来来来来做个实验 好 比方说呢 我就有个东西呢 就是 比方说有个程式我就这样写 sddio.h 然后我们就干嘛 我们就来印个东西吧 好 然后呢 就印出一个hello好了 好 然后 这样 好 那我们就编译 put 好 那我就得到一个执行档叫做a.out 好 好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呢 叫stress 那stress这个工具呢 超级强大了 好 然后接着你就会看到它很长的输出 好 好 那你看哦 这个呢 stress呢 它就是一个系统呼叫的一个追踪程式 好 这是叫stress 好 然后我们这个hello这个程式呢 非常之简单 简单到我不需要跟你解释吧 对吧 但是实际上呢 过程中呢 其实用到很多系统呼叫 有这个ESECV 等一下等一下会介绍的东西 好 然后我们第五周呢 不是有介绍一个系统呼叫的 第五周的测验体有介绍一个东西叫BRK 好 它是一个系统呼叫 这个系统呼叫的存在呢 是让我去配置 记忆体 然后呢 在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 FS 你大家猜出来这个东西跟什么 档案系统的关 然后NMAP 都不要怀疑 NMAP就是什么 就是记忆体管理那个NMAP 对 然后呢 NMAP还呼叫好几次 你说 应出的hello技能跟NMAP有关 神奇吧 然后呢 不止 还NProtect 好 大家看看这个东西干嘛 这东西神奇的 NMAP 保护特定的记忆体区块 你说 应出一个hello技能跟NMAP有关 搞屁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对不对 所以 这表示你要对它有敬畏 如果你用的电脑是够近的 就是Linux够近的话呢 你还会看到一个东西RSEQ 它不见头man page 但是就是 我可以找 可以用到 等一下 就是 就是 Cube SEQ 对 LinuxRSEQ 像这个 如果你的系统够 够近的话呢 如果你的电脑是2018年 或者2019年以后的那个电脑的话 那你可能你的电脑里面呢 就有这个 这个 这个RSEQ 这我们也是之后会讲 它是一个 另外一个更神奇的东西 所以总之呢 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讲那个 HELLO那个程式啊 再重新看一次啊 我们在 追踪它的那个 执行HELLO的程式的时候呢 你发现它里面有 大量的系统呼叫 然后呢 甚至是什么 对标法 这个GET RANDOM 你说这个东西跟那个乱数 有没有关系 有 帅吧 对不对 就是你看 这东西竟然跟什么 跟乱数有关Randombytes 你说HELLO这个程式 竟然跟乱数有关搞PR 你们觉得那个脑袋里面呢 已经很难运转了 欢迎来到21世纪 所以注意到 这个系统呼叫的层面呢 比你想的都广泛很多 然后呢 当我们呢 在一个user process呢 在执行系统呼叫的时候呢 它其实会切换 切换它的那个模式 所以注意到我们 一个城市执行的过程中呢 它不可能完完全 都是在user space 就是 它在 存取系统呼叫的时候 会暂时性的切换到Kendom 然后呢 会去做特定的操作 那这个Kendom特定的操作呢 就取决于这个 这个系统呼叫 复杂的程度 有些系统呼叫它很单纯 但是有些系统呼叫 它就是好时间 好 然后呢 再次呢 除了切换到Kendom以外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这件事呢 之所以可以达成呢 其实跟特权模式有关 所以这个S86来讲的话 有个东西叫 CPL 就是叫Current Privilege Level 那注意到这个privilege 跟Permission是不一样的 privilege是说 它重视的等级 就像总性制度嘛 对不对 会有祭司这个等级 它就是很高的等级 对不对 婆罗门这个等级 那也会有建民这个等级 那婆罗门这个等级 跟建民这个等级呢 依据过去的这个 古印度的那个律法 也许现在有些改观 古印度的律法 这是完全什么 老死不相往来的人 甚至不能对抗 这就讲这个privilege 那所以呢 人们就把这个希望放到来世 所以这个 就会说 我在这一世只能当建民 但是我努力一点 也许下辈子 我可以到一个更好的等级 那同样 如果你是一个祭司 那你在这一辈子 没有好好的做人 那也许你下辈子 会流入到更惨的一个境界 然后这个就是讲的privilege 所以它再也是这个等级 而这个等级呢 不是当下可以逾越的 当然你可以从高等级 到低等级 这可以的 对吧 一个婆罗门的 那个什么 那个祭司等级的 对吧 那那个你可以到祭司呢 先怎么 到下来凡间看一看 然后再回去 回去更高等级的 但是反过来说呢 如果一个低等级的 要到高等级呢 一定要触发一个很重要事件 比方说有什么战争 什么之类的 那所以呢 系统胡椒其实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它其实它跟 处理器本身 它其实要有一个 对应的privilege level 那注意到不同的处理器呢 它privilege level 定是不同的 以S86来讲的话呢 它会有这个 Rin0跟Rin1 Rin2 Rin3 然后呢 它的这个Rin呢 数字越大 就表示呢 特群等级越低 所以一般的程式呢 是执行到Rin3的 那作业系统呢 是执行到Rin0 然后呢 你会好奇呢 那不是有个东西 Hypervisor 这边就是虚拟机器的 一个管理器 那它必须呢 比0更低 所以它就会到-1了 甚至有可能会到-2 出了10 这种数字 但是如果说我们讲Rin的架构呢 就不一样 Rin的架构呢 它叫Exception Level Rin的东西呢 叫做Exception Level Exception Level Exception Level的话呢 就因为S86当你定义的时候 就比较乱 那这样Rin就好一点 就是它就比较清晰 就是你的数字越高呢 它的等级就越低 数字越高呢 等级就越高 那就是像EL0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一般 一般的程式叫EL0 然后呢 你等级可以拉高 比方说你的作业系统 会执行在EL1 那如果有更重要的Hypervisor 或者一些 跟什么 系统安全有关的程式呢 它可能需要更高的 更高的等级 好 然后 再来是 好 再来是 user space跟kernel space呢 它各自的那个stack 是要区分的 然后呢 所以这导致呢 同样在做机体管理呢 意义是不同的 就是 像那个 大家在写那个 Fibonacci Device Driver 那个作业 顺便呼应呢 有同学跟我们 有同学就讲说 作业写不出来是不是正常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作业写不出来正常吗 给你 给你一下互动一下 作业写不出来正常的吗 我好想跟你互动 这是我的目的 对吧 就是说 就我不是要故意刁难你 但是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 让你知道 其实我们需要 考虑很多不同层面的事情 像你写那 Fibonacci Driver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什么 copy to user 对不对 为什么要从 kernel driver copy to user呢 为什么 因为user space跟kernel space 本来就是完全独立的空间 所以你就需要用到这个 copy from user跟kernel user 这样的一个 API呼叫 当然这个API 显然就在坑里面 我们在user室里面 是没办法 在user space是没办法呼叫 刚才讲的 copy to user 不是copy from user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user space 只能看到这里 好 然后呢 那同样的机体配置呢 也会有不同的考虑因素 像这个 我们讲那个 30欧元的定值空间 30欧元的定值空间呢 一般来说呢 它可以定值到4G 在某些状况下 它可以定值到16G 但是我们讲一般的状况 那一般的定值到16G的话呢 我们就会去做切分 什么切分呢 就是 你看总共是4G byte 然后我们就可能是user2G kernel2G 也可能是kernel1G user3G 然后呢 这个就是 不同的这个separation 然后 然后这两者的 机体配置程序就不同了 因为对kernel来讲的话呢 很多程式呢 它是怎样 像你的fibonacci kernel1G 一样好 fibonacci 一样好 一旦执行的时候 它就会长时间的 长时间运作 然后它就不会 它就 它就不会 不会轻易的释放 所以我们在kernel来讲话呢 其实配置计 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反过来在user来讲的话呢 反正我的user的program 可能这样 过一段时间 它就会结束执行 或者说 我可以把某一段 机体空间先借给别人用 所以在user space 有很大很大的调整空间 但是kernel space 的调整空间很小 那你在写 Fibonacci 那个device driver的时候呢 很可能会遇到kernel space 配置机体会失败 你说 不对啊 我的主机体那么大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配置机体会失败 因为你配置的 其实在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真正能够让你配置机体的地方 是很少的 那之后呢 我们接触到多媒体的时候 你发现事情是难度更高 好 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来探讨系统呼叫 休息到9点5分 好 继续 继续探讨系统呼叫 好 然后呢 呃 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srace工具 这个工具 非常之好用啊 好 然后呢 有一个命令呢 他很无聊 但是呢 也因为他无聊呢 值得我们看 因为太多命令很複雜啊 A口这个命令呢 他就是你想要印什么 他就印什么 好 比如说你印个X 他就印个X 好 就是回音那个嘛 好 对 就像那个你发话会有回音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可以用srace这个工具 来看看这个A口 好 你看哦 哪怕是这么简单东西呢 其实他也有用到什么 用到这个系统呼叫 好 那这个wc的话呢 你可以搭配这个srace去看 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 呃 这个srace超级强大 不是强大而已 是超级强大 然后他里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参数 对不起啊 请你花时间去看他 但是显然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统计嘛 就统计说这个 呃 出现了频率 对吧 出现了次数 然后这个次数来讲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哎 有两个东西抄一下 一个叫ES1CV 一个叫Map 然后这个Map 对也是很多 但是就主要是两个 就是跟 执行官 还有 还有什么 记忆体印射有关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呃 这个列表呢 可能会随着你的 坑 改版它可能会有不同的 不同的表现 你看啊 像我这一份列表呢 是比较旧的 因为我这本书是从 2019年开始写的 所以这个 呃 应该说18年 2018年就开始规划 然后呢 实际撰写大概是19 19年开始写 然后写到现在 然后 断断续续续写 没有 没有 没有全部都在写这个 就是 有空就写这本书 那所以这里面的内容呢 其实旧的 那你看哦 就随着 Kerno的改版 随着CPU架构的变更 像这个 以前这个列表是 针对S86 那我最近 如果你 如果你这几次 都看我的直播的话 你会发现我用的电脑 是用On的架构电脑 就是因为 我在调整 调整那个On的架构 呃 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说 我们的书籍 我们的教材 都可以在 呃 On的架构 跟S86架构 都可以运作 好 然后 好 那接着呢 我们要介绍一个东西的 很酷 它叫做 它叫Syscode Syscode呢 就是Systemcode的简称 Syscode Syscode的简称 然后呢 注意到它的用法 它叫Indirect Systemcode 就是说呢 你可以呢 去指定一个 系统呼叫的编号 注意到这里有个Number Number就是系统呼叫的编号 然后呢 你可以带入这个参数 然后注意到它 它是不定个数的 对吧 你看这个 这个很特别 特别 好 那这边呢 就是Sysopen 它就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就是Open 那个系统呼叫的那个编号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原本要带入给Open 原本要带入给Open系统呼叫 所以让我们特别加一个Section 2 表示我就是 我要看东西是 要看系统呼叫的Open 不是看其他Open 好 然后这边呢 可以看到说呢 Open来讲的话 会有 看到这个你有趣啊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你会觉得奇怪啊 就是你以前写西元 对不对 你学西元的时候 不是跟你讲说那个 Prototype 有几个参数 就应该传入几个参数 但实际上呢 你可以传入两个参数 也可以传入三个参数 你说这不就是Function Overriding吗 不是 注意到 这不是Overriding 不是Overriding 不是西架架的Overriding 这是算很特别的地方 这个特例呢 请你把它记下来 这我们之后还会再讲 就是什么 讲到说 为什么一个Function Overriding 可以宣告两个的 也可以宣告三个的 注意到 这是很特别特别的例子 那这件事要认真讲的话呢 我们需要讲一阵子 那我们之后再讲 档案系统 跟讲Io有关的部分 我们再详谈 好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边呢 Syscode这个 就是我去指定 我要Open 所以这边有 我们看到至少要两个 所以我们就把至少两个带进去 一个呢 叫做什么 一个叫做路径名称 一个呢 叫做 叫做它的 的 旗标 这个Flag就旗标 然后就是 看到什么 这是那个 不是Long啊 对吧 这是叫做 这是 Rights Only 你看这个 Rights 不要看错 不要以为Long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里 Rights 好这里 就是说我可以设定呢 像这个 这是可读可血 然后这个或是 只可 只可 只可血 好 好 然后 好 那注意到呢 你在网路上看一些材料的时候 尤其讲S86呢 其实我看到很混乱的状况 因为S86本来就是一个混乱的一个处理机架构 它有多历史的缘故 但是呢 它也是Linus核心7 这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温床 所以呢 S86的材料是最丰富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书 我们开始是着重在S86 然后在近年 我们才把Aunt加工加进来原理 但是呢 也因为 Intel的处理器 Intel S86是相当混乱的东西 所以你在看一些网路材料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投运 早期的系统呼叫呢 是用这个 这一道指令做出来的 Intel 80H 这个80H呢 非常重要 就是说呢 以前呢 是用一个软体中断 软体中断呢 跟一般的中断最大差别是 它是唯一呢 可以由开发者自己决定触发时间点 一般的中断像Timer 或是Networking 自物词类这些 一般的中断呢 其实呢 软体开发者是不能决定 它什么时候触发 但是呢 这个Soul Interrupt不同 它可以决定什么时间的触发 好 然后 在早期呢 系统呼叫是用80H 去实作出来的 但是后来的S86呢 它发现一件事 就是因为系统呼叫呢 直接决定了效率 还记得我们刚才讲的Web Server 像那个 我们那个年代 开发Web Server呢 其实是一个 难度很高的事情 因为 当时Open Source的东西很有限 就算Open Source呢 其实还是欠很多 像我刚才讲 我一个暑假就赚50万的一个专案 那就是在上个世纪末 然后 我刚才讲过 我们有一个 有个伙伴 先去标断案子 然后再交给我来做 你说我在做什么 其实我就是把Linux装起来 安装Linux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安装Apache Web Server 安装Web Server 第三个 安装Database 安装MySQL Database 那第四个呢 写一些网页程式 那网页程式是什么等级的东西 会卖那么多钱呢 好像就哇 几十万了 对不对 就是一个留言板 对 就是那个 你怎么办 就是 比Facebook 那个 讨论区更废的东西 Facebook讨论区已经很废了 基本上没有几个网路服务 跟Facebook的社群比起来 社团比起来 还比他废的不多了 但是就是 我当时做的东西废很多 好 那但是你看 这个东西打包起来 还有那个硬体采购 我们那时候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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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万还在硬体的钱里面 不是 而是说我们采购 那个过程是可以 可以报仗的 就是我们去哪里 买电脑 是可以 是 就是那个中间 还可以跟一些商家 可以有一些利差 就是我们利差 也是几万块的利差 不过你知道吗 就那个年代 就资讯不对的 就可以赚到钱 那对那个 厂商来讲也开心 因为对厂商来讲 本来IBM报价几百万 我们台币一百万 99万搞定 对吧 所以他不用特别去照片 他们也开心 而且就是 像我就是水口水到 就是有什么需求我就改 然后 那个年代呢 其实系统呼叫成本是很高的 就是你看我今天web server 他其实就是要收封包 收网络封包 发送网络封包 然后我要存取档案系统 其实这个成本很高 所以后来呢 那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指令提出来 叫SysEnter SysEnter 最主要就是来加速系统呼叫的执行 不要小看这件事 这个东西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为什么呢 这其实也说明现在处理器的方向 现在处理器呢 就像我之前上课讲过的 从2004年开始呢 其实你可能把这个时迈都拉高了 我们还是可以拉高时迈 但是呢 你要花在降温的代价会更大 你可能需要液态弹 你没有听错 就是有些用在伺服器等级的处理器上呢 他可能需要用到什么 用到一台弹去降温 那才能拉到5GHz 或是更高的时迈 但他付出的那个能源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所以反过来说呢 现在的这个策略就是说呢 不去一味的去提高时迈 而是呢 想办法去找到一些系统的瓶颈 那其中一个瓶颈就是系统瓶颈的代价 因为原本的软体中断 80H的软体中断的成本是高的 那你有SysEnter这样的话 有机会比较低的这个成本 底下有原因自己去看 好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有个东西呢 叫VDSO 这个VDSO 这个 好 那叫VDSO的部分呢 一样请你自己看 但是我们这边会讲解 讲解讲解 VDSO 好 然后这个VDSO呢 全名很酷 叫做Virtual Dynamic Share Object 然后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记得什么呢 记得上周呢 不是有新的进度 对吧 上周呢 不是叫你去看什么连接器啊 执行党资讯啊 这东西呢 注意啊 你要去看它的 请你排时间去学习 然后每周都有作业 对吧 请你排时间去学习 然后这边呢 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呢 叫做Dynamic Share Object Share Object呢 在UNIS的世界呢 其实就是DLL 就当Windows的为DLL Dynamically Linked Library 就是动态连接函事库 所以注意讲 在这个UNIS的世界呢 动态连接函事库呢 不是写成DLL 而是写着Share Object 那两者的本质上是等价的 意义是等价的 但是行为当然有落差了 然后呢 这个VDSO呢 它其实就是DLL 动态连接函事库 那说这个东西跟吸引到 不叫什么鸟毛关系 对不对 酷吧 好 然后这就是Linus Connell的风格 因为Linus Connell的命名风格呢 会尊重 尊重历史 会尊重文化 所以注意到Linus Connell很重视文化 很重视历史 这也是为什么 你看我上课的风格 都会跟讲一个历史故事 不是要什么献保 不是要什么拖时间 不是啊 我之前有时候很可怜啊 那个教学评价啊 有学生会讲 老师上课讲一堆讲谷 讲一大堆 拜托我们讲谷是为了讲课 对不对 就是偶尔 当然偶尔要讲一些笑话 讲一些无聊话 对不对 但是我大部分 我觉得很亏啊 我不是为了讲谷啊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这个东西呢 注意到 这东西呢 它是一个DLL DLL跟系统物件是有关联的 先记录这结论 我们再来看这个怎么回事 好 那早期呢 30W的S86没有专用的系统裤教指定 所以其实是用软体中任持作的 那这个中式我们称为叫CodeGate 好 然后这个 像这个INT80H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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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就是 就 ANTI 这个80 这道指令 然后 这个CodeGate就涉及到特权模式的切换 好 所以呢 一旦呢 这个应用程式呢 有这个系统胡椒 比方说ESECV 我刚才不是记得这样 我反正超下来 对不对 然后这个系统胡椒 我们等一下会解释 总之就是这个系统胡椒呢 从字面上一直再猜出来 好 ESECV 这个系统胡椒呢 就是叫做什么 Executive Program 对不对 就是 Executive 不是Executive Executive Program 对不对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 就是 就是执行 执行程式听起来很废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这东西很关键 它就是系统胡椒 好 然后呢 这个既然是系统胡椒的话呢 其实呢 它就要触发 触发那个CodeGate 但是这些事触发不是那么容易 注意到 你原本胡椒系统胡椒的时候呢 其实还会有个GDWC 还记得GDWC在什么 就是C的Long Time 叫GDWC GNU C的Long Time GNU C Library 好 然后呢 这边呢 大家讲话 真正呢 去处理80H的地方呢 是在这一段 通常是用组合语言 去撰写的 好 那这时候呢 这个INT80这个指定 我觉得这是一道指定 这个指定执行的时候 才会真正什么 跳到Kerno里面 因为Kerno在开戒的时候 有注册一个叫做 就是Interrupt Handler 或是Trap Handler 或是Exception Handler 就是有三个东西 就是叫做Trap Exception 还有Interrupt 然后注意到 有些作为系统呢 有些处理器架构 像UN 它不去特别去区分的三者 也就是对UN来讲 Trap也好 Exception也好 Interrupt也好 它把它当作一样的东西 但是呢 有些系统呢 像S86是有区分的 它有Trap 又有Exception 然后有Interrupt 然后呢 软理中断 本质上呢 它就是一种Trap 所以那边来讲的话 它就挑 它一旦有注册的话呢 这个User呢 一旦执行到这一道指定的时候呢 就会怎样 就会改变 处理器的特权等级 刚才提到的CPU Current Privilege Level 那一旦改变的时候呢 就会跳到客户里面去执行 那客户里面呢 最大任何开头的 Sys开头表示嘛 表示处理系统部教的韩式 就是它为一般来说 就是Sys开头的 好 然后呢 因为呢 系统部教实在太平凡 尤其在 网路服务的 服务的环境下 网路伺服器的环境下 这个系统部教 部教平凡 就像刚才提到 那个情境的Web社本 其实它有平凡的 读取风暴 传送风暴 还有什么 档案系统的存取 总之这些都发生了很平凡 那所以呢 1997年呢 当时的Penet 2 引入专门的指令 去加速这个处理 那后来MD有提供 但是注意到 Intel跟MD的指令呢 其实是 还是有落差的 虽然我们都把它通称 叫S86家族 但是还是有落差的 这个历史故事很复杂 我们这边就不讲 我们之后再讲 但是简单就是说 当初MD拿到 Intel授权呢 是跟军事采购有关 就是美军那时候 在采购的时候呢 是要求Intel 一定要把 它的这个指令集 不是只有 这家公司所持有 所以MD呢 跟Intel 它拿到 他们就彼此交它授权 但是这两家公司呢 在某些指令呢 其实会有些 行为是不同的 那总之呢 就是刚刚有提到 有SysEnter SysExit 这样的一个指令 那这个东西呢 是为了要去加速操作 然后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微架构 就是Microarchitecture的落差 如果这个呢 如果用这个80H呢 去使用这个 系统肤权的话 会比原本用那个Penon3 就Penon4用这个 80H的话呢 会比Penon3来得慢 所以这个冲击 让这个Eva 不得不去处理 你说那不就是 把一道指令换成 另外一道指令吗 不是 请你搞清楚 原本呢 再回到刚刚的那个 示意图啊 原本的80H 是这样的架构 对吧 就是它有个Trip 所以这个有个80H 然后会有个Trip 很多人 但是呢 Sit Exit 跟Sit Enter 不是这样的行为 好 所以这个 这个是另外一个 一个复杂的种 这个 我们等一下再看 那就是 其实我只是先让你知道 这个两者行为是不一样的 并不是一个指定 一对一的替换 绝对不是那么单纯 好 然后 而且这件事呢 只会变得更复杂 因为其实呢 我们知道就是 64万元的电脑处理器架构呢 其实像那个S864呢 它是希望呢 它是希望呢 可以在30万元的城市呢 依旧可以执行60 讲出来 就是你在64万元的S864上呢 可以执行30万元的城市 好 然后 然后这样的话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 会有相容性的问题 好 然后 所以呢 现在有个很困难问题 就是说 S864是谁提出来的 是AMD提出来的 好 AMD为什么提出来呢 因为道理简单 因为它在 Intel在 技术选择的时候呢 Intel选择自己搞一个 叫做IA64的东西 好 那IA64呢 最后是个悲剧 这个悲剧太悲剧 我们就不讲了 反正你只要记得 IA64是一个悲剧 好 那 反过来是 AMD提出的方案 这个方案就是呢 可以在64万元的 S864下 去执行30万元的城市 但是这件事呢 涉及到一个相容性疑虑 所以呢 后来呢 它就是 后来开发者就设计一个机制呢 叫做VSyscode 就是这个 这个Syscode呢 跟前面的一个Syscode呢 就还有类似的地方 就是说 你有一个系统呼叫 它可以出 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这种方式来去出发 去执行系统呼叫 但这个系统呼叫呢 又考虑到不同的处理器架构 它可能是用80H 也可能用Sysenter 然后 所以呢 原本呢 是特别指定 它就重新包一层 所以你就想 它就给韩式呼叫 就是它本来变成 就是本来它是一个 一道指令 但是我就要包装起来 还记得我们之前在上课 有提到什么是 提到说 在电脑科学呢 要解决问题的话呢 就提出另外一层 Indirection 提出一个中阶层 一个 一个 间接的存取 所以呢 这个Virtual System Code呢 它本质上呢 它就是一个 很像Function Code 你甚至可以理解说 它在实作的手段 就是一个Function Code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上课呢 我们在讲Linux Kernel之前 要你先去学 韩式呼叫篇 因为在Linux Kernel里面 会需要知道的 所以呢 既然它是一个 一个韩式呼叫 就要处理相关的指令 然后相关的Stack 要处理 但是最终的跳跃位置呢 所以它就跟一般的Function Code 一样 所以你使用系统呼叫 就跟你使用一般的韩式呼叫一样 但是呢 真正要跳跃的地址 由Kernel去指定 这个地方呢 就特别呢 会对应到Sys Enter跟Sys Core 所以你就不用去管说 我到底是执行在AMD的处理器上 还是执行在Intel处理器上 我到底是在64元的处理器 还是30元的处理器 不用管 反正你原本东西就是30元 我可以执行在64元的处理器上 也可以在30元的处理器上 而且呢 我可以不用管AMD跟Intel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取舍 就是它乍看好像让系统呼叫成本增加 增加一点 但是呢 它提高了相同性 这件事呢 其实在Microsoft Windows也会有 好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底下一些说明 然后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定值空间的区隔 就是30元的电脑架构 预设它的定值空间是4GB 然后我们的切割可能是1比3的切割 就是Kernel1然后Userspace3 然后那这样 如果是你用1比3的切割方式的话 就是就会有一个区域 是给这个VSys Core 然后这样的话 一旦触发系统呼叫的话 就会用到VSys Core的时候就调到那个位置 好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示范 就是说你看 使用系统呼叫的时候 就像你一般的Function Core一样 只是说那个地址要特别去指定 好 然后 就是要特别去指定的那个跳跃地址 然后由Kernel去决定的地址 好 然后再来看看 接着呢 VDS是怎么来 因为其实你看到前面的VSys Core 就像那把系统呼叫变成什么 Function Core 然后但是呢 这样的设计呢 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 因为呢 如果你想要用Debugger 那你想要把Kernel之间印出来的话呢 会有个很大问题 就是说呢 因为呢 你原本是System Core 但是最终呢 它就是用Function Core的方式去呈现 然后这样的话呢 其实在安全上是有疑虑的 就是你看到 就是因为你本来系统呼叫嘛 你呼叫到INH的时候 IN80H的时候 你原本 对不对 你回来原本的那张图 你看到原本这个 就是我 我执行这个INT80H的时候 它会跳到坑头去 所以原本是这样 它很单纯 但是呢 我今天把这个东西换成什么 VSys Core 那一旦呢 VSys Core这一段 这一段内容呢 一段被什么 一段被篡改的话呢 有个攻击者 要去攻击你的程式 它才有办法去修改那一段 好 那是不是让系统呼叫跳到一个 开发 就攻击者在意的位置 好 那这样有什么用呢 哇 这个东西可大了 作用可大了 因为呢 你看哦 你原本可能要比对 比对一个自窜 好 或是你要 传递某些东西给Kernel 对吧 但是就相当于是被中间偷走了 好 那所以VSys Core呢 它虽然解决了这个 刚才讲这个 32位元 64位元电脑 还有Intel跟MD的这个电脑上 的相容性问题 但是呢 VSys Core它本质上有安全疑虑 一旦遇到安全疑虑的时候呢 开发者会花很大力气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 所以它现在有个做法是什么 因为既然这段程式码 有可能会被有性能篡改 那能不能呢 这一段程式码 干脆直接由Kernel去提供 所以这个东西呢 叫做VSys Core DSO 不要怀疑这个DSO就是什么 动态连结韩式库 就是这个DSO 所以呢 事实上呢 这个动态连结韩式库呢 会是Kernel的一部分 所以就这样 再次说明为什么 你学定是Kernel 自己要把西语学好 因为我们学的不是语法而已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学东西叫西语 不是 你这学的叫语法 对吧 就跟你去学一个日语 说Konichiwa 说Kamai 这叫日语吗 不是日语 要讲很多事情 日语要考虑到 那个 族语啊 宾语啊 对不对 然后那个 他的文法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还考虑到静语啊 对不对 还要考虑到各样文化问题 对不对 同理你去学这个德语啊 学法语来讲 绝对不是学这个词汇啊 不是学 Oh Bonjour Salu 对不对 不是学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就是这个法语 这个学容易可难啊 对不对 光于数字你就多难了 对不对 你知道那个数字啊 那个英语呢 讲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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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18呢 讲18 对不对 你已经觉得烦了 你去学法语 那更high 那法语呢 是20进制的 对你没有听错啊 他不是10进位的 他是20进位的 然后 所以就 你光是讲80 就要讲很久了 那你说那个讲个78 哇 那也很靠北 就是讲很久 好 回来 就是 所以就知道 很多人都觉得 自己学过西语言 不是 你充其量 只学了关键字 什么叫学习西语言 就是你要了解 西语言的 城市怎么运作 中间的编译器 中间的连结器 中间的动态连结器 中间的执行环境 还有什么 还有他的执行 还有这个城市 他可能有安全疑虑 他怎么去提升性能 这才是刚开始 对吧 这是你开始掌握这个系统 然后你要用西语言 作为电脑主人 你才有办法去掌握 所以这是一个 很漫长的过程 那 不过呢 好的地方是说呢 科诺可以加速 你做这一事 因为一旦你对西语言 掌握度很低的话 你科诺就有看没有懂 或是越看越多错越多 所以千万呢 拜托拜托 不要用什么 用想象的 然后不要花这些时间 在Google搜寻 网上很多材料是错的 不是说我讲这就是对的 对吧 好 请不要误会 而是说呢 网上如果你发现 那个材料有错 你大概也 你都哭哭对吧 只能怪自己对吧 但是如果你发现 我的教堂有错的话 你可以跟我讲 好 那我们一起盖 好 然后总之呢 就说呢 在那个Ninus kernel里面呢 把VSyscode 原本呢 它的那个Function Code 那个那一段 独立出来变成一个什么 独立变成一个DSO 那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VDSO的全名 那个V就表示Virtual Virtual System Code的 Dynamic Share Object 这个这个意思 好 然后呢 所以呢 因为有这个VDSO的存在呢 好 回来看看 这个Hello 我这边还记得 Hello那个词是吧 咦 我们的Hello 发现哪里 抱歉啊 另外一台 Hello 咦 那Hello 是这一台吗 哦 抱歉 感受 感受 抱歉啊 最近电脑太多了 我们最近在做一些研究 是需要很多台电脑 所以电脑来切了些去 好 然后你看 这个执行档 叫A.O.U.T 你用FIRE这个工具呢 可以看到什么 它是ON的架构 ON的64元架构 再跟我进去念试 这叫A 这叫念Arc64 A.Arc64 然后呢 你用LDD这个工具呢 可以做什么事呢 它可以去印出呢 这个Share Object 就是动态连结韩式库的 这个相应性 我们来看看 A.O.U.T 好 那你看 这也是神奇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它是用西元写的 所以它会依赖西元的韩式库 这听起来很合理 但是呢 今天跑出一个叫VDSO 然后呢 这东西竟然找不到路径 就是它依赖一个韩式库 但是这东西呢 竟然呢 不知道怎么载入了 为什么呢 不知道它怎么载入了 因为它是Kerno载的 它不是透过打赛系统载起来的 它是Kerno自己把它载起来的 然后呢 底下你可以做这个实验 先去搭配这个相关去看 然后呢 VDSO的存在呢 有一个很酷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呢 整件事呢 在执行系统顾教的时候呢 其实你不需要 频繁的模式切换 就是你想啊 这个 在某些系统顾教 像这个GetTimeDay 就是去取得那个系统时间 或者GetCPU GetCPU在做什么呢 GetCPU GetCPU呢 就是说在 在那个多核的处理器架构下 我想要知道我的这个 我现在执行在哪一个CPU上 然后这件事其实很重要 我们之后再讲那个Migration的时候 会特别讲这件事 不过短期内 你只要知道说 它是告诉你说 目前程式执行在哪一核 因为这件事跟那个 Low Balance有关 Balance 算了 没有写的 它在 它会搭配像那个 ScheduleGetCPU 反正就是说这个 去知道说 目前程式执行在哪一核 然后这样的一个操作来讲的话呢 如果你会执行的很频繁的话呢 VDSO就对电视之有大注意了 因为在VDSO的机制下 你不需要每次的都去切换模式 甚至呢 你用VDSO的话 对于GetTime or Day 还有GetCPU这样的一个系统呼叫呢 其实你几乎不需要切换模式 你说我不切换模式 我怎么取得资料 要怎么取得呢 这个有趣的 就是呢 因为科隆会更新 就科隆会配置一个空间 给UserSpace 然后它定期呢 就是你想科隆有一个Thread 或者科隆某一个部分 它会去定期把这个日期 系统的时间 更新在UserSpace某处 所以一旦呢 UserSpace要呼叫GetTime or Day的时候呢 用VDSO就可以存取到 然后这样的速度呢 可以落差很大 可以差十倍 或者更多 更大的那个效率差异 那后来呢 我们会也会在 我们之后会介绍一个东西 叫RSEQ 有些东西可以现在先Google搜寻RSEQ Google搜寻的用途就是这时候 就是你需要一个什么 你需要一个 你需要一个进入点的时候 好 那这个 你可以看到从 但是这边要很小心看 这显然第一篇文章不能看 对吧 因为它是一个第二首材料 你不能看 然后LW你可以把它当第一首材料 因为毕竟科隆开发整理 在上面发表文章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RSEQ呢 叫做Restartable Sequence 你说这搞屁啊 我看不懂 好 没关系 你起码记下来 我们之后会再来讲这个RSEQ 总之呢 RSEQ呢 跟加速系统物交是有关系的 好 然后呢 到目前为止呢 你可以提现到 林斯科隆的命名风格 对吧 就是他很重视历史 就是他的发展呢 就是会有那个历史迈动 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强调 要讲那个历史典故的 不是要迈动什么鬼的 是因为林斯科隆就是这样的东西 他很尊重历史 他很尊重那些 这些发展历程 好 然后呢 不同的处理器呢 他可能会针对系统物交 去提供对应的VDSO 去加速的一些操作 一般来说就属于那种read-only性质的 像那个get-time-of-day 对吧 你其实没有对系统写入什么材料 你只是要求Kerno把你期望的时间日期 写到特定的资料里面 我讲的read-only是讲那个对Kerno 就是Kerno会写资料 到user space 但是他本身不写 好 然后呢 像刚刚提到这个get-CPU也是一样 get-CPU把目前排程系的资讯揭露出来 到user space 好 所以这东西呢 就是Kerno写资料写到user space 然后但是Kerno本身不会因为这个get-CPU 而去变更它内部的资料 好 那底下呢 就是一个工具 那最后这个工具的执行结果呢 可能会跟你的Kerno版本有关 就是如果你用的Linus比较新 例如说你是这三年内用的Linus的话 你得到数据可能不是长这样 正常的因为你的GTWC可能也全面改用VDSO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呢 有用了VDSO跟没有用VDSO 那个落差可以很大 就是说如果你是明确的使用系统呼叫 他可能每一个呼叫呢 用的要用180的Nosecond 但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用的是get-Time-Day 用VDSO的时候呢 他就只需要27个Nosecond 那通理呢 在ON的架构呢 也可以看到这个落差 那此外的话呢 你还可以去用PURF 来做什么 做动态分析 那这边有一些相关的资讯 好 这是那个系统呼叫部分 好 那接着呢 我们来讲这个 我们这一次课程进度的重头戏啦 重头戏 好 我们接着要介绍这个FORK跟Exit FORK跟Exit 就是这个... 不是Exit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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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E-S-E-C 好 发现了 Exit是E-S-I-T 好 正常那样 Exit 好 Exit 好 好 这个很烦啊 就E-S-E-C啦 Anyway 就是... 就是... 發音有时候发不好 好 然后我们来讲这个部分 但是这种发音一定要发对 不然因为沟通的困难 会严重 好 接着来讲这一篇 那这边呢 我们就着重在FORK跟Exit 的系统呼叫 咦 为什么不会动 哎呀 我们的浏览器又卡住啦 好辛苦的电脑啊 好 然后... 这边呢... 为什么要刷新啊 搞什么 好 这边呢 我们想要跟大家介绍 这两个系统呼叫 那这一套系统呼叫的时候呢 其实一并会介绍 像那个KROM系统呼叫 然后呢 我们前面讲到 就是Linus Kernel 对于Process跟FORK人 用一个很曖昧的方式 曖昧的方式去实作 好 那这件事呢 其实是有好处的啊 就是有机会呢 做到更精简的程式嘛 但是缺点也是 让你在理解上呢 是有很大的困难啊 这是Linus的特色啊 也是Linus Kernel 要特别去 要规划的议题啊 把一些页面关掉啊 然后 这边的话呢 注意到啊 这个东西的历史非常久啊 FORK系统呼叫的历史非常久啊 它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你可以在1969年就看得到了啊 这么历史悠久的东西啊 好 然后 呃 距今超过50年啊 不是英勇50年啊 超过50年啊 然后呢 FORK的这个 概念来自什么时候呢 1963年就有了概念啊 然后这个 跳过一些历史故事啊 那总之这个肯威好 肯威教授呢 他在这个 1963年提出一个 一个论文啊 你看喔 他论文很酷啊 你要知道1963年 距离人类首度 首首 首 第一个 多工作业系统 CTSS 出现了其实只过两年啊 但是他就想到什么 脑筋动到 Multiprocessor 就是多处理器的 并行程式设计的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他的想法是很前卫的啊 其实其实当时硬体根本做不到啊 但是数学家 就就就就提出这种想法啊 好 然后他就提出一个 这个模型就叫Folk Join的模式 注意到啊 这个Folk Join的模式就是说 我今天先缤分多路再Solo 好 然后 他就用Folk 就是用英语那个X子那个意思 然后呢 为什么用Process这个词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Processor的一个什么 一个简化 就是说我们把CPU 对吧 CPU就是Processor 然后 我们把Processor叫硬体 然后呢 针对硬体去抽象化的东西叫Process 所以故意的啊 所以这是故意的啊 所以这是故意的啊 然后呢 这个Folk Join模式呢 其实在很多地方 还是可以看到痕迹 像那个Jawa 写过Jawa的同学都知道啊 就是Jawa有个什么 Jawa有个叫做 Thread的这个package 这个package里面就有Join的方法 然后呢 如果你写这个Pudges Thread的话呢 它里面有个叫Pthread Join 也是一样的东西啊 也是缤分多路之后Solo 所以最大1963年呢 就提出这样的这个机制 而且这个机制呢 你可以想到 什么叫排程器 排程器就是把一堆处理器 跟一堆形成 建立一个对应 这叫做什么 这样的多对多的对应 当然你把它这个退化成一对多 或者是多对一 其实也是一个什么 多对多映射的一个形式 好 然后注意到呢 UNIS呢 InludedFolk 就是跟当时的概念 是致敬的 所以其实UNIS呢 它很多 它其实有创新的成分在 它都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创新的 更多的时候是延续之前的成果 例如说呢 我们刚才不是提到一个东西叫什么 Printf 主要这个东西呢 什么时候出现的 这个东西呢 最初呢 很多人会以为说这是来自西元 不是 Printf来自哪里呢 是来自Maticus Maticus的Printf来自哪里 CTSS 也就是说当初呢 在人类史上第一个分时多工作业系统 就有Printf了 不信的话 你自己去查CTSS的Source Code 你可以查Printf 然后呢 于是呢 UNIS就把这一路把这个传统延续到现在 所以它也没有特别去解释这个东西干嘛 对不对 你甚至 甚至讲不出它到底什么时候被引入的 为什么 因为 因为这东西在UNIS出来之前就存在了 好 好 那我之前有讲过呢 这个威斯康辛州的大学 他们的教授呢 就是他们的一对夫妇 就这个 这一对夫妇 你看他拉斯丁都一样 对吧 拉斯丁都一样 就是一对夫妇 然后呢 这个教授贤康利呢 他们就写了一本书 然后这本书给我很大大的启发 就是他们 写这种书 然后这种教科书是可以自由下载的 注意到 我们这学期呢 需要用到一本教会书叫CSAPP 然后呢 请你不要去看海盗版 然后 如果你真的有买书的困难 请你告诉我 我可以买给你 那你要答应我把所有的作业写完 所有的 同理 如果你这学期呢 用电脑用到困难 我也可以买电脑给你 一样 你要答应把所有的作业写完 好 然后呢 这个 威斯康辛州的 教授贤康利 他们就写了这本书 那这本书呢 它里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其实呢 最终用去 透过虚拟化 虚拟硬体的资源 达到呢 在多 单一处理器上呢 做出什么 多个城市的一个 一个illusion 其实这件事的机制就是分死多工 那UNIS的第一篇论文呢 叫做 The Unis Time Sharing System 就是在1974年 1973年撰写 1974年发表 的论文呢 就是 就是分死多工 然后这本书非常值得一看 我们之后上课也会提到这本书 那这本书呢 就是切成三个组 一个是虚拟化 那一个在讲变形 还有叫Persistence Persistence是在讲党应系统 那并行呢 是我们之后还会再继续探讨的东西 就讲这个 哦对 我们下周会给大家发一本书 给大家讲那个并行的城市设计的书 就是Concurrency Primary 也是由我去组编的 组编编辑的书籍 好 然后 所以下周也是很刺激 下周我没有看到那种并行 会让你脑袋转来转去 然后注意到这边讲 VMW的那种VMW的那种VMW的 其实呢 像这个 就是排成器本身也是一个 去创造出什么 这个 形成跟处理器之间的多对应设 好 然后呢 这个1969年的时候呢 那个UNIS 你要知道UNIS 当初撰写的时候是Ken Thompson 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时候 你知道呢 贝尔实验室那个年代 其实很有很特别的地方是 他跟那个大学教授的待遇是很接近的 就是我不是讲钱 我讲的是那种工作模式 跟大学教授很像 就是这个 每个研究员每工作几年 他其实可以去学校 去放假 就是你看到你在贝尔实验室工作 然后呢 你每隔几年呢 你可以去放一个那种学术架 你可以到学术单位去进修啦 学术单位去分享啦 去一起做研究 然后这些成果的时候 你可以带回去到原本的贝尔实验室 就是那时候那个风气就这样 当然现在的贝尔实验室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跟以前讲的贝尔实验室已经是很大一大差异了 好 然后呢 1969年呢 Ken Thompson在撰解最初的Yunice 其实是很有趣的 就是他老婆 他老婆带着小孩出去玩了 回娘家玩了 然后那时候呢 他暑假呢就放假 有很多 因为Ken Thompson 比较慢加入贝尔实验室 所以比他资深的一些研究员 还有一些那些同事嘛 他就放假 所以他整个暑假呢 其实贝尔实验室人就冷冷清醒 因为很多人就放假了 然后Ken Thompson 就自己用闲置的电脑开发的Yunice 那时候呢 他就是一个概念验证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打算把它做得很好 甚至他不是一个公司的专案 他就是一个Ken Thompson 自己打发时间用的 注意他就是他自己讲的 他讲他就是打发时间用的 他老婆带着小孩回娘家玩了 然后所以呢 1969年开发的Yunice很奇怪 但是呢 这个奇怪的东西呢 刚好可以解决特定的问题 然后后来呢 这个1970年啊 获得这个公司的支持 就是扣得像Dennis Dich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资深工程师的支持 那Yunice才扩充 逐步扩充 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好 然后所以呢 其实当初啊 这个 当初你看到这个Yunice呢 其实跟现在的样貌是差很多的 我们现在看到Yunice呢 其实真正来讲的话 是从第六版Yunice 就是V6的Yunice开始讲 算是比较近代的版本 那近代的版本 就像那个Folk系统呼叫啦 或者说像那些 你看到一些很经典的系统呼叫 像那个Create 注意到 在Yunice的Create是长这样的 C-R-E-A-T 你看 Create这个英文字怎么写 C-R-E-A-T-E 但是系统呼叫叫什么 叫C-R-E-A-T-E 你说为什么少一个E 那当年的Ken Thompson就 被接受一个采访 他被问到说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你要做什么 他差点回答他要当礼拜 那是笑话 记得笑一下 要记得笑啊 对不对 来来来 记得笑 那是笑话 对不对 老师讲笑话 笑 就是那个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 Ken Thompson可能会选择当礼拜 不过当年没有这个答案 所以那时候Ken Thompson 他回答一件事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他想要把Create 这个系统呼叫多加个1 因为他当年在建立Unis的时候 为了偷懒 他就写C-R-E-A-T 没有少个1 但是长年以来 造成大家很大的困扰 因为Create 这个系统呼叫的意义就是Create 但是他少一个1字母 有没有笑 你们没有笑 真是难过 记得笑吧 好 那我来看这个 对 感谢同学要准备一下了 好谢谢 哎呀 不然你上课有时候很无聊 自言自语其实真的很 唉 自言自语真的无聊 来 好 然后呢 这个 1969年的Ken Thompson 当初的发展Unis作业系统 他就很简陋 然后 他的最初的用途呢 其实他算是 他已经有分十多工的样子了 但是他就是两个行程在那边切换 所以两个行程要切换 说真的你也不用去思考什么 什么排程演算法 不需要 他就两个行程来切换 所以对他来讲 一个叫前景 一个叫背景 就这么单纯 对吧 然后呢 一个叫前景 一个叫背景 然后呢 甚至那个时候的年代呢 1969年甚至也没有Folk 也没有ESEC 甚至没有行程 就两个任务在切换 然后 我们把这样东西叫Ken Unis 就是最早的 Ken Thompson开发的东西 然后 但是这个东西还值得一提 因为他就是有基本的 Process Control Block PTB 然后 最早呢 是用PTB7的主人员撰写 那后来才改成用PTB11 来开发 然后 那当然你就不能用现在观点来去 去论述 然后 我们今天的这些描述呢 其实都有 我们这一篇的描述 其实都有论文 跟一些技术报告做佐证 所以其实你 如果你看完这篇描述的话 你应该回去点回去 去看里面的这些超连结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报告是Denis Litch Denis Litch 他当年在贝尔实验室写的 就是讲这个 The Evolution of Unis Time Sharing System 就讲那个Unis系统的演化 然后呢 就目前的样子 那其中呢 有一部分呢 就讲这个Process Control 注意看这段 那就是说呢 我们讲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什么是Process Process就是执行中的程式 就是一个程式呢 它可能放在原本 放在党页系统 把它摘起来 或者它放在 记忆体某处 然后呢 放在记忆体某处不够喔 你要直接执行 所以为什么要把它翻成行程 而不把它翻成程序 注意到 Microsoft Windows 把那个Process翻成程序 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 你翻成行程 或者翻成进程 都好 就是因为你要表示Running Running Running这个概念 然后Running的时候 它会有对应的像一些 像Fire Descriptor啊 或是它会有 对应的一些什么 TTY 会有一些 绑定的资源 好 然后 早期的Unis 在Ken Thompson 那个Ken Unis 它其实做法就是说 它的程式就是 因为当时的主机体很小 所以程式呢 载座的时候要从这个Disk 赶快把它搬到主机体 然后不用的时候 再把主机 主机的搬到Disk 然后就切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将会称为叫做OLED 就是说我给你一个 储存 储存空间 好 然后再给你一个主机体 那这两者其实 主机体很小 所以呢 我就需要什么 一直去反复的置换 所以注意到呢 其实在 第一版Unis 就有个概念叫Swap 然后甚至你会听到 有个程式叫Swap Swap 这个程式后来被变成 它的 注意到 Unis Swap 这很酷啊 Unis Swap 其实就是Schedule 所以乍地上就搞屁啊 这怎么那么奇怪的词 对不对 就是Unis的这个 注意到我们要找的是Unis 不是Linus 就是Unis有一个任务 它叫做Swap 但它的作用其实就是Schedule 之所以是这样呢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典故 然后Linus把这个美好的传统继承下来 所以你看到就是以前呢 Linus来讲 这个形成就叫Swap 然后它的作用是Schedule 后来人们觉得很困惑了 所以把它改名字 但是在某些地方 它还是叫Swap 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Unis就是用OLED 用这种置换的方法去实作出多工 然后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届次 虽然七爪八爪 孔威博士就提出Folk的想法 但是呢 Ken Thompson 当年在实作Unis的时候 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单纯 然后就是这么朴实无法 且单调 然后呢 当然用OLED去实作Unis 它算可行 也简单 但是显然呢 它要解决它的问题很大 因为 我们想要处理更多的程式 或者资源的存取呢 它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有个问题就是TTY 这关键事情把它抄下来 这我们之后还会来探讨 简单就是说 你现在用的中端机 你现在用的中端机就是一个TTY 你在Linus来讲话呢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中端机的装置 TTY 你看到 这个系统上有超多的 注意到这取决于你的系统的版本 取决于你的Linus的版本 跟你的Linus的distribution的形态 但是总之就是 你会看到有一大堆TTY 然后呢 如果你用OLED去实作的话呢 有个很大问题 因为它就是整套搬走 整套搬进来 那所以呢 我们在系统来讲 会有些共享的资源 或是一个很特别 涉及到 档案怎么开启 就像这个 已经开启过的档案 那这个东西在春雪上 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 当初呢 就是 为了解释问题的 Ken呢 还是用很简单的方式去实作 所以 Ken Thompson 当你在实作Unis的时候 就是一路一路用简单方式去做的 你说 难道开发作业系统 不就是从简单的东西做到复杂 注意到 不是 就是 其实在60代不是这样做的 有一个东西呢 叫Martix 注意到 这个东西超神奇的 Martix 我们直接看Martix的那个网站 叫做 Martix的网站超嗨的 就是 你可能会以为说 开发作业系统 不就是从最简的东西 一路一路从简单堆积到复杂 你可能觉得 这就是开发作业系统 不是 其实 其实 在Unis以前的作业系统呢 他们是从复杂的东西 就直接开干就是复杂的 然后把复杂的东西 组成更复杂的 他从来没有简单过 他就是一个复杂的东西 那你看 Martix 但是 这也是他那个年代的骄傲 你就注意到 Martix 那个年代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那个年代呢 设计 设计 Martix的时候呢 我们看他的那个 他的自我介绍 叫做 抱歉啊 这是 网站改版了 我要找一下 呃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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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去哪屁,跑去哪屁 所以注意到,Marcus在发展的时候 注意到时间点 可恶,干了时间 注意到时间点 我为什么要特别跟你讲历史故事 因为这个时间很关键 还记得CTSS 1961年,注意到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1961年,有我们 现代所谓的 作业系统这个词汇 然后Marcus是什么时候发展的 Marcus是1965年 开始发展的 然后到80代 就不发展了 但是呢,他在 因为 CTSS太成功了,所以导致Marcus 在设计的时候就犯了一个 你可能有听过叫第二系统效应 就是说,因为CTSS成功 CTSS的确是从最简单的东西 可以堆积起来的 但是Marcus不是 他在一开始就用复杂的东西 他用全新的程式语言 他用这个,有很多很新的概念 比方说资料库 资料库概念也是从Marcus来的 然后呢,我们来直接看他的那个 他的feature,他feature超狂的 他的feature多狂呢 就是有很多是我们到21世纪 才看得到的东西 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 就是什么呢?他会跟你讲说 它是虚拟机体 要不要忘记,1965年就开始思考这东西 而且用高阶语言 注意到这件事很了不起 因为呢 到了80年代 其实有很多当时主流的作业系统 像Microsoft DOS 其实还是用底界语言去写的 但是呢,在1965年 那时候这些人在开发这个Marcus 就是要想用高阶语言 然后呢,就要支援什么? 支援多核处理器 还要支援多语言 然后不是只有做Database 是要做Rational Database 就是你,你知道 关键性资料库 所以你跟表哥可以join 然后呢,对安全就很大的强化 然后呢,甚至是什么? 甚至是这个... 不要想念这件事,这件事很难 这是什么?就是说 你看哦,你修改一个设定档的时候呢 它可以立刻生效 这叫Online Reconfiguration 这个东西很难啊 对不对?你想,请问你怎么写程式 你写程式的时候呢 你除了把程式启动 就是你开始执行的时候 你要去读取那个设定档 对吧?那你读取完设定档之后呢 读取完设定档之后呢 那一旦这个设定档变更的时候 我要能够重新做调整 其实这件事想想很难 对吧? 你看你用很多...目前很多软体 其实都做不到这件事 但是Martix做了 然后他强调很多软体工程 好,总之呢 Martix呢,就是... 就是... 悲剧 但是这个悲剧呢,背后呢 有很多理想成本在 然后Ken Thompson 当年在开发UNIS 是盯导的 他反而比较像CTSS一样 从简单东西 等起来 然后但是他一边做呢 一边把Martix 复杂的东西搬进来 所以呢,像刚才提到 如果你用完全置换的方法去持做的话 连TTY 还有那个File Descriptor 都做不出来 Ken Thompson 当初的做法是 留下部分的行程 而不是销毁 原本是用置换 所以为什么我们把swapper 为什么UNIS年代的swapper 就是schedule 因为他就是决定把谁搬走 决定把谁搬进来 就是排成器 那但是呢 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不会去覆盖原本的行程 而是用置换 就叫replacement 你说那个overlay跟... 就是... 这个... 这个... 複叠叫做什么 叫做overlay overlay跟replacement在意的东西 这是不同的 就是呢 overlay是整套 对不对 就是不同的 你看这种东西 不同的... 就是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 就是你挑那个唱片 欸不对 抱歉 你没在买唱片 比方说你去图书馆读书 你去图书馆读书 因为你能够读书 就那一个人嘛 所以我就把那个图书馆的书 拿出来 然后呢 所以你每次就是把书拿出来 每次拿出来 读... 因为毕竟你眼镜是... 能够一次能看的书 应该就只有一本 我假设你一次只能看一本书 所以你就一次拿一本书 一次把一本书放回去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 关键的地方在什么呢 就是呢 呃... replacement在意的地方是呢 我可以把行程的印象场放到磁碟 然后再载入其他的... 载入的行程 所以我不是把整套东西搬走搬出 所以你可以有很大很大的弹性 就是说我现在呢 我可以把很多程式先... 先放到这个磁碟里面 我要的时候把它拿出来 但是呢 我也可以一直把它保留 我只要空间允许的话 就可以一直保留 所以这个replacement呢 给你的弹性是很大的 好 然后... 那... 这件事呢 就距离现代的架构了 越来越近了 我们休息一下啊 休息到... 10... 10.5分 好 继续 继续继续 好 然后呢 我们刚才在休息前呢 特别提到这个... 从这个... 从... 从这个... overlay 好 那一路到这个... Praceman 那大家注意到 其实你发现一件事 其实这件事呢 呃... 不管是Olay也好啦 或是Praceman 其实呢 还不需要有M&U的介入 而且M&U的出现呢 比大家想象中的晚很多啊 其实要很高阶的硬体才有啊 Martix 当年呢 会有这么神奇的规划呢 是因为呢 它不是只有开发作业雄啊 很多人会把Martix 当作软体而已啊 但是其实不是啊 它是连硬体 程式语言 观念型资料库 一次都考虑进去啊 所以它是一个... 呃...整体性的概念 这也是为什么它会造成悲剧啊 因为当时的技术 当时的这个... 呃... 资源真的是... 无法让这么多崇高的目标方的落实 好... 因为你看到 历史上真的成功的系统 不管是讲这个CTSS 啊... 呃... 还是讲这个DOS 其实它们在某些领域都算成功的 就是它们所属的领域都是成功的 其实都是从非常简单 非常丑的东西去建构的 好... 那反过来说呢 一开始就要建构一个完整的东西了 其实往往这种事情都是失败的 好... 然后... 这也... 我想让大家理解到这件事啊 因为... 我们很多时候学习东西的时候 尤其现在的电脑科学的... 东西都是这么复杂的 好... 呃... 我很难想要说呢 如果一开始就学的东西是... 很...很复杂的 好... 然后规模很庞大的 我很难想要成为成功 好... 然后... 我的学习其实说真的 我也是从... 呃... 刚才提到像Linus的啊 好... 那这样后来有... 我有看到一些Unis的Soft Code 那后来有机会看到Montics的Soft Code 我就这样一路这样学的 我... 我是从那种简单的东西 学到... 简单的丑的东西 然后学到... 复杂的东西 好... 然后... 大家反过来说各位在... 资讯工程... 电竞工程... 其实很... 大的困扰就是说... 其实... 你不见得有那个机会... 去从简单的地方去学... 好... 你... 你一开始学的东西是超级简陋... 好... 然后瞬间变复杂... 什么TensorFlow啦... 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 什么SDN... 那... Open Daylight... 什么鬼... 你一开始碰的东西是超级复杂... 但你问题是... 你在碰超级复杂之前的东西... 是碰超级简陋... 所以... 我相信很多人的困扰就是... 你以前大学或者研究所的... 一开始训练都是从超级简陋... 那瞬间变一个超级复杂... 好... 那我认为这... 这一套模式是有问题的... 主要... 我不是... 说你的制导教是有问题的嘛... 我是说... 我很难想那会发生... 会成功... 但是... 以论文的发表来讲... 好像没什么大问题啊... 所以... 也许他... 那东西行之有道... 但是我想... 各位应该会做得很空虚吧... 那我希望我们在这本课呢... 就踏踏实实了... 就是说... 我们设计的目标... 就从很简单的... 也许一开始简陋... 从简陋变简单... 但是呢... 后来变具体而为... 然后到之后再扩充到一个... 真实系统的面貌... 那回来看... 好... 然后... 这个... 中间有些故事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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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更完整的... 那但是... UNIS一看... 就从一个简陋的东西... 存在... 他其实也不用考虑到... 什么多除以七... 所以他就是一个... 很简单... 在一个... 在一个小型电脑上运作的... 然后呢... 呃... 你看到Folk这个... 系统物教呢... 他神奇的地方是什么... 他有回传值... 然后... 在回传值... 我们看到一个底线T... 底线T... 表示什么... 表示用Type Define... 得到的衍生形态... 然后他竟然是没有参数的... 好... 然后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你去看到Main Page... Folk... 注意大家不要打错啦... 如果你... 你只打Main的话... 你会查到另外一个Folk... 诶... 要看你系统没有装好... 但是最好还是... 加个2... 表示Section 2... 因为牛仔只会... 可能查到另外一个Folk... 可能是Polk... Folk... 好... 然后呢... 我们这边直接卷到什么... 直接... 往下卷... 卷到他的Return Value... 这个Return Value... 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 Return Value... 乍看之后... 好像就是一个... 很单纯的一个什么... 呃... 成功的话会得到一个值... 好... 然后呢... 呃... 但是呢... 其实你看哦... 它其实会有两个Return... 你看哦... 首先呢... 在Parrot呢... 会Return某一个的... 某一个数值... 它叫PID... 对吧... 在成功的时候... Pennel会得到PID... 但是在Chair会得到0... 所以其实呢... 你要注意到... 这个Return呢... 事实上它是Return两次... 好... 为什么是Return两次呢... 因为它是在两个... 完全不同的... 的... 行程... 分别去Return了... 好... 所以... 注意到这件事啊... 这件事呢... 跟西语言的风格呢... 其实有很大差别... 虽然它乍看包装成是一个西语言... 但是... 但那其实它不是西语言啊... 好... 然后... 再来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呢... ESEC这个系统呼叫呢... 它的用法呢... 也很怪... 好... 它不会Return... 你说哪一个方区扣不会Return... 好... 它就是不会Return... 所以这个... 这个很神奇啊... 就是... 当你成功的时候... 这个... ESECV不会Return... 那你说... 这不就是肉包子打口有去无回吗... 对... 你说... 这东西... 跟我们之前讲... 韩式呼叫不就抵触... 对... 所以这就是特利... 但是对不起... UNIS就一堆特利... 特利加特利加特利... 然后... 变成... 变成一堆特利的结果... 就变成特利屋了... 所以... 就是... UNIS你可以把它当作特利屋... 一堆特利... 组成的屋子... 叫特利屋... 你不觉得脑像吗... 记得笑... 对不对... 记得笑...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讲话... 没事... 好... 别自措自脸... 但我觉得... 我们学习做一小区... 应该是跟... 跟圣虎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所以每次我看到... 特利屋的时候... 我就想... 哇... 这东西... 应该有很多UNIS的精神在里面... 每个东西做的小小的... 对吧... 然后每个东西可以组合起来... 然后创造出很不同的事情... 好... 然后呢... ESEC这个东西... 跟你... 猜想的东西不同... 对不对... 因为你有本... 对于ESEC的猜想... 你可能会以为是... 这个... 对吧... 你可能以为是这个... 对吧... 有一个... Function Code... 叫做... System... 它在... Excuse... A... Sure Command... 这个东西... 就跟你猜想的是... 比较接近的... 就是说... 呃... 就是... 我想要把我的指令... 拿来执行... 好... 然后注意到... 这个System... 你看它Main Page怎么讲... 它一开始会先去用Folk... 会建立一个Trial Process... 好... 然后呢... 再用ESECL... ESECL... 反正你看前面ESEC就对了... 它是... 它是... 它是ESEC家族的... 就是有... 就是我们标题上面写的... 这个... 就是我们这一个... 我们这一个... 这个什么... ESEC... 其实它是... 它是一个家族... 家族的那个... 系统呼叫... 那总之就是说呢... 这个System呢... 其实先呼叫Folk... 然后呢... 再用ESEC... 所以从这个过程中... 你发现一件事啊... 你... 你... 设想ESEC呢... 就是你相关... 看到的ESEC... 好... ESECL... ESECV... 跟你在... 在这个... 猜想的是很大差别的啊... 因为呢... ESECV呢... 它其实它... 没有去建立新的行程... 它是用... 新的城市去... 盖掉旧的城市...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作用呢? 要问Kent Thompson... 因为当年他干UNIS就是这样看出来的... 对吧... 不是干... 他开发UNIS... 用词用不好... 因为当年UNIS就是这样子写出来的... 他就是用OLED... 用REPRESSMENT做出来的... 所以... 所以... 请你了解到... 这东西是历史非常古老的... 1969年的... Ken UNIS... Ken Thompson当初最少的UNIS... 连D0版都不是... 就最初最初的样貌... 其实是没有Folk... 也没有ESEC的... 但是他后来呢... 开始去做... 什么... 开始去做... Polacement... 所以他做Polacement的时候呢... 其实就把ESEC这样子设计了... 所以注意到... 这是UNIS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去看... 对比其他作用标的时候... 看Windows... 他几乎没有这样的用法... 就是...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但是... 这在UNIS很早期的时候... 就存在了... 注意到... REPRESS... 因为当初的设计... 因为你会认为说... 执行一个... 执行一个城市... 不就是应该要... 要去... 呃... 不影响原本的城市执行... 对不对... 但是... ESEC反而是... 把目前的行程把它盖掉... 所以你必须要先... 呼叫Folk... 然后再用ESEC... 系列的系统估价... 好... 所以... 这个就是很... 很奇妙...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们在看这张示意图... 这张示意图就是说... 当我要去做出System...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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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韩式的时候... 其实我是要... 先建立一个Trial Process... 然后再用ESEC... 换掉... 之前Trial Process的内容... 所以它是一个... 很...很奇特的现象... 然后... 当然... 这样还是有个好处啦... 就是它的参数很... 很简单... 这个Folk... 这个参数... 你看这个... 抽到尾... 它就是没有参数... 然后它取决于... 它的Return Value... 我想大家... 之前修作业系统... 或是上过类似的课的时候... 应该有被考过... 几个类似的题目... 然后... 这件事呢... 本身是一个... 很困难问题... 因为早期的... 程式很小... 所以其实... Folk... 把这个... 注意到... 不要把它分成... 负形成... 不要翻了... 我们把它... 清代... 反正就在我们这本课... 你就看到Parent... 就把它叫清代... 也不要叫清形成... 就是... 多打一个字... 清代形成... Parent Process... 然后... 因为一开始... Folk... 它就直接... 复制整个... Parent Process的内容... 在过去的年代... 其实没有大问题... 注意到... 就是... 一样... 这叫取舍... UNIS的风格... 它不会花太多力气... 在... 做... 早期的最佳化... 它不会花太多力气... 做早期的最佳化... 它就反而是... 一步步... 变成现在的面貌... 然后... 那现在的程式... 显然越来越复杂... 而且呢... 随着... 像Web Server这种的存在... 其实这个... 对Folk的开销是很大的... 你看喔... Web Server来讲的话... 它一开始是启动... 像那个... 各位用的BBS... 各位用的Web Server... 使用过的Web Server... 跟... 使用过的BBS... 本质上它都是... 就用Folk... 那Folk呢... 你看喔... 我原本Web Server... 它为了要... 应付很多... 来自不同客户端的连线... 它要建立很多副本... 那程式越大... 那Folk的代价就越大... 所以这件事呢... 其实一直到了1980代... 开始呢... 认真的做Virtual Memory... 注意到... Martix在什么时候就做出来... Martix在1965年... 就规划了Virtual Memory... 但是这件事呢... 一直到什么时候... 才有一个样貌... 也就是... 一直到... 到那个... UNIS要到80代... 才有一个像样的... 一个... 实作... 好... 那这个... 有了Virtual Memory之後呢... 那我们就有办法... 做一个东西呢... 叫做Copy Online... Copy Online在说什么... 就是说呢... 因为我可以... 用... MNU... 来管理机体... 那我管理机体的时候呢... 我可以把... 多个Virtual Adjects... 对应到... 同一个Physical Adjects... 所以... Copy Online的技巧... 就在说呢... 我呢... 一开始呢... 就... 把这个... 形成... 我建立很多形成... 所以乍看之下... 好像Virtual Adjects... 是不同的... 但是它对应到... 实际同一个... 正确的说法是... 对应到... 同一个Physical Patch... 所以我可以用... 多个... 多个... Virtual Patch Number... VPN... Virtual Patch Number... 然后对应到... 同一个... Virtual Patch Number... PPN... 我把多个VPN... 对应到... 同个... PPN...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去... 呃... 让这个... 复制成本变大... 那说... 如果... 对应到同一块... 如果改坏怎么办... 所以事实上呢... 一旦发现说... 有做这个... 变更的要求的时候呢... 我再怎么... 再... 再配置... 再对应到... 特定的Page... 去做写入操作... 但是... 如果说它... 没有写入操作的话呢... Cupion Right... 可以让... Folk的效益... 可以去提升... 那这个就是... 当然就是... 现代的处理器架构... 就是MNU的资源... 才做到这件事... 而且这件事呢... 其实不容易... 对吧... 因为这件事... 还涉及到... 你的Page Table... 那我们之后... 会有特别去讲... 讲... 讲... Virtual Memory... 那我们之后会讲... 但是现在... 先留点概念... 然后呢... 注意到呢... 这件事呢... 其实都会有开销... 这个开销就是... Page Table的开销... 所以... Folk... 这个系统物件呢... 其实它... 很显然... 就算有Cupion Right... 其实系统呢... 的... Page Table... 还是要... 配置额外的空间... 去追踪... 那个... 特定的Page... 那个... 变更... 好... 然后... 反过来说呢... 我们如果看... 那个... Windows世界的... 有没有Folk... Windows世界完全没有Folk... 那... 你看喔... 再回来看... 这个Unis... 美妙的Folk... 没有... 参数... 只有一个回传值... 然后来看... Windows世界的... 那个... Microsoft世界的... 那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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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乍看这家好像... 好像... 好像... 看到名字... 乍看是一回事... 对吧... 所以... 查询的时候要查英文版... 因为中文翻译太糟了...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的参数... 个数呢... 多了跟什么鬼一样... 你们看这个... 好... 这边有讲个小故事喔... 我大学的时候呢... 我有去... 一家公司实习过... 然后呢... 就是... 那家公司的老板... 对我很好... 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 甚至还没有成年... 就是要... 呃... 我们... 依据台湾的这个法律来讲... 有两种成年嘛... 一个是18岁的成年... 还有一个是20岁... 那18岁成年就是... 呃... 18岁成年就是说... 你可以去做一些... 大人才能够做的事情... 你懂的吧... 然后可以去看... 好看的电影啦... 然后去... 呃... 对... 那就是18岁... 18岁成年... 但是有一个另外... 因为我们的民法规定很神奇... 我们的民法就是... 就是那个监护人嘛... 对不对... 就是20岁以前... 就20岁以前... 其实很多问题啦... 就是... 但是我那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工作了... 就我在那家公司工作了... 那家公司老板... 对我蛮好的... 就是... 帮我搞定一些事情... 让我有劳健保... 所以我就是... 我那个... 我在那个... 呃... 我... 读大学的时候... 我就有劳健保... 然后... 但是... 对那会计来讲... 很困扰... 那我今天... 那会计小姐... 会计大姐姐... 都都叫... 神童来了... 她每次都说我一下... 神童来了... 因为她老板特别交代了... 就... 要搞定很多事... 你知道... 因为... 那时候我刚买18没多久... 我去那家公司实习... 然后... 然后就... 很困扰... 反正对公司来讲... 就是... 因为... 以法律上... 我是可以工作的... 但是就是... 他帮我跑一些文件... 反正就是... 对... 因为我的工作是比照正职的... 就... 虽然我是一个... 呃... 但是我拿的钱... 跟正职的钱是一样... 然后... 但是呢... 因为老板对我好... 就... 有些主管就... 就... 有一个主管就... 就... 就... 对我有点意见... 然后呢... 他那时候... 对... 我那时候工作是... 我那时候工作是... 写Windows的程式... 因为那时候我Linus不熟... 但是... Windows我已经在学了... 所以那时候呢... 要开发一个... GPS的程式... 就是一个... 类似导航的程式... 当然... 那个年代二十几年前... 那个导航的程式... 现在导航很厉害... 就是... 立体的... 又可以看到什么高价桥...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不是不行的... 那时候就是... 很... 很艰辛的去... 路径在那边... 跟你的路... 跟你的点... 而且那时候GPS... 其实开放没多久... 你知道GPS... 什么时候开放... GPS呢... 其实是... 韩国航空公司... 在1980年代末期... 因为就很严重的... 被苏联打下来... 那时候... 苏联还没有解体的时候... 就是在冷战时期... 苏联把一架... 韩国的客机打下来... 因为... 韩国的客机... 飞到库业岛... 那是苏联的领空... 所以苏联就以为说... 那个是不是... 入侵者... 所以就... 警告无效之后... 把那个客机打掉... 那个是很严重的空难... 那件事来讲... 那件事发生之后... 才促使那个... 也是过了好几年... 才促使那个GPS... 对民用开放... 所以那个年代... 我们开发那个... GPS Navigator... 就是GPS导航... 其实是... 很困难事情... 然后... 那时候是在Windows... 正确说法是... 在Windows7... 就是一个... 精简型的Windows... 开发这个城市... 然后... 有一个主管队友... 有意见... 他就... 发现我上班的时候... 一直在翻书... 他就说... 老板付钱给你... 是... 是... 是要你来写城市... 不是在人看书的... 但我想想... 不开心啊... 因为当初让我进来... 是那个老板... 就是那个总经理... 让我进来的... 但是... 总经理... 底下管的人... 反而对我很有意见... 但最主要... 这件事很正常的... 你懂啦... 反正就是... 你会被认为... 什么黄金国戚... 会认为是... 老板的亲戚... 我其实不是啊... 很惨... 所以那个老板... 那个主管就对我有很多意见... 然后其中有个人他说... 他就刚刚讲那句话... 还记得什么话... 老板付钱给你... 是来写城市... 不是来让你赌书的... 所以你知道他就... 什么事啊... 他叫我... 把Windows API背下来... 背下来... 所以我看到这API的时候... 就想到我都血泥死了... 对不对... 因为他不容许我去... 最近那个年代... 他没有Google搜寻的嘛... Google1998年才成立啊... 我那时候已经在工作了... 所以知道... Google搜寻还没有出来... 所以不要问我说... 你为什么不Google... 因为那时候没有Google搜寻... 你说... 为什么不用其他搜寻... 我们上班不能连网啊... 对不对... 你都没有怀疑... 上班不能连线... 神奇吧... 对不对... 然后总之就是... 所以为什么要一直翻书... 但是我又不能... 不能读书... 所以我要干嘛... 我要把那API抄下来... 我到现在有时候... 还会复习那个Windows API... 我去练习写几个... 就叫墨写... Windows API... 然后呢... 我还真的以为... 资深工程师... 他妈的就是真的会写... 对不起... 生气了... 就是乱讲话... 就是... 我还以为真的... 每个资深Windows的工程师... 都是把他背下来... 我就真的背了... 那样子鼠架的... 狂背... 死背...活背... 然后后来呢... 对不对... 后来才发现... 靠他也没有背啊... 对不对... 总之呢... Windows API的风格就是这个... 就是你要背... 那个API... 这是要背蛮久的... 所以名字不够... 他会有... CREATE PROCESS A... 然后... CREATE USER A... CREATE USER W... 然后还有... 因为还有版本... 什么UNICORE... 什么鬼... 音乐上解说没有... 最难的地方是这个参数... 那个... 其实我当初... API名字我都记得的啦... 我在那个... 主管要求我背下之前... 我还... 其实我名字是记得啦... 因为... 以前Windows比较单纯... 但是呢... 这个参数真的是... 真是很麻烦啦... 就是你要记这个... 记它是哪个东西... Input... 然后你看那个名字... 你没有看到这个名字... 是不是很丑... 对不对... 趕快看那个FOG... 好美啊... 所以你看... 为什么一直强调他优雅... 因为背过... 然后呢... 你以为这个故事就算结束了... 没有... 就是呢... 过了... 过了十年... 我在某一家公司当主管... 某一家上司公司当主管... 然后呢... 我遇到那个主管... 然后呢... 我就说... 面试说... 那你... 给我默写一个Windows API好了... 我就这样... 第一题... 请你默写一个Windows... 请你默写一个Windows API... 你知道他面有难事... 我说没有啦... 开玩笑的啦... 怎么会有人... 叫人家默写Windows API... 怎么可能嘛...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这个不能先去... 怎么可能... 做嘛... 对不对... 那不是工程师该做的事情... 好... 跟你干干嘛...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HR... 说... 你们... 再拍另外一个人来面试... 我... 我这一关结束了... 对... 就是... 这个... 拉回来... 所以这个... Windows API... 就是这种... 又臭又长... 竟然高达十个参数... 那你想... 诶... 谁呢... 比较简洁... 显然是Folk比较简洁... 但是Folk的行为... 太奇怪了... 所以最大... Folk乍看他是简洁的... 很多人... 包含... 以前我在内... 都会认为说... 简洁才是最高制造原则... 但是... 最大... 凡事都有但是啦... 那其中一个... 但是就是说... 那... 就是... 因为Folk的这个历史行为... 其实... 不全然要怪罪于... 他的那个界面... 其实最大怪罪于... 是他的duplicating的行为... 其实这个东西的代价... 实在是太大了... 导致后来... 就算有Copy on Live... 导致后来... 就算有一堆最佳化策略... 比方说... 先做Folk再做ESEC... 那有很多那个... 加起来策略... 那我们这份... 材料有写... 就是说... 虽然有一堆那种... 偷吃部的... 一些最佳化策略... 但是呢... 让这件事变得很奇怪... 然后... 好... 你看... 再回来对照... 你看... 就是ESEC系列的... 韩式... 就正确时候没有回传值... 那Folk的时候有两个回传值... 然后... 所以事实上呢... 虽然... 虽然呢... 这个Folk呢... 它看起来很简洁... 但是... 它对于... 实作者呢... 有很大的... 就是... 的冲击... 然后我们这边呢... 可以看到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是... Hardways... Hardways... 也是一个... 顶级的研讨会... 那Hardways的文章... 强烈建议大家去看... 作为系统有几个... 顶级的研讨会... 像... OSDI... Operating 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就是作为系统设计跟实作... 然后... SOSP... 就是讲... Symposium on System... Operating System... 然后... 就是... 一个是OSDI... SOSP... 然后... Useless ATC... 也可以看... 然后... Hardways... 是这几年加进来的... 它就是... 比较像说... 它是一个散文的... 就是... 你可以想说... 作为系统开发者呢... 它可以把一些概念... 先发表在Hardways... 通常就是... 你在Hardways... Hardways... 2019看到的... 一篇论文... 它可能在隔年... 2020年... 就可以一个完整的实作... 会在这... 在这里面... 好... 再回来看... 刚才那个部分... 就是... 这个Folk... 之所以... 它... 它很... 它很诡异... 就是... 之所以讲很诡异... 就是因为... 其实... 呃... 它的那个行为... 真的很特别... 特别就在说... 呃... 如果我们要... 完整... 有效的去实作Folk... 其实呢... 你需要... 特定的硬体支援... 你看喔... 其实大部分的西元标准... 韩式库啊... 什么... STR-CMP啦... 或是... STR-TOK啦... 这种西元标准韩式库... 其实大部分都可以在... 呃... 没有作业系统... microcontroller上面使用... 但是Folk... 通常是无法的... 啊... 就算是Linux... 可以执行在... 像... 呃... 像我手上有一款... 啊... 有一款那个... 呃... 比较... 比较贵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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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台币... 台币... 大概... 300块吧... 10美元... 这种价格... 这... 这... 这款硬体... 大概就... 它是10美元... 就是300... 300台币的那个... 价格... 那这个... 这个硬体上呢... 是可以跑Linux... 300块台币的东西... 可以跑Linux... 而且... 跑台不错哦... 上面还可以玩游戏的... 可以玩触碰的... 还有声音的... 好... 这个... 这个东西呢... 上面是可以跑Linux... 但是它的Folk... 跟... 我们刚才讲的Folk的行为是不同的... 为什么呢... 因为Folk呢... 要真的去实作的话... 你要做... 刚才提到的... Dubication... Dubicating... 这个东西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然后... 然后... 这个东西呢... 呃... 我们前面不是讲到那个Coldback... 对吧... 然后呢... 呃... 我们要去思考啊... 如果我们要去建立一个行程来讲的话呢... 对不对... 其实我们那个行程呢... 宣告呢... 其实... Microsoft那一套宣告呢... 其实很值得选啦... 所以我也感谢那个主管... 以前叫我背过那些Windows API... 但我背的只是一个Subset啦... 现在Windows API我已经背不起啦... 但是... 基础的那... 63个我是背得下来的... 就名称啊... 跟那个那个... 感谢那个主管... 告诉我这件事要背... 我感激他一辈子... 唉... 对啊... 但是... 也不要用这件事刁难人啊... 怎么有人刁难要去背嘛... 这不存在嘛... 应该是... 就是... 可能我都梦到了... 唉... 好... 那你看喔... 这个... API的设计啊... 其实你看... 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行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指定一个... 进入点啊... 对不对... 我是不是要传递一些... 呃... 该有的参数啦... 对不对... 比如说... 比如说... 一些系统的资讯... 但是Folk是完全不需要的... 注意到呢... 这件事呢... 会让这个Folk呢... 在实作的难度变大... 它界面很简单... 但是实作的难度很大... 好... 所以呢... Windows... 为了这件事呢... 其实做了一件另外奇怪的事情啊... Linus呢... 为了要去补强... Folk... 的坑... 好... 所以他搞一个东西呢... 叫... Kron系的呼叫... Kron我们来看这个... Kron... 哦...对... 大开始了... 他那个老公啊... 他老公的... 他老公的... 男团叫做Kron... 好... 就跟这个... 就是... 就跟这个字念法一样... 叫库龙... 那你看喔... Kron系的呼叫... 是Linus特有的... 注意到... 这东西呢... 它不是Pudges的... 它是... Linus Specific... 应该有写... Linus Specific... 好... 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是... Linus特有的... 就特有的... 那个... 机制... 好... 然后呢... 这个机制呢... 我来数看了... 它有几个参数啊... 你看... 一个Function Pointer... 对吧... 然后呢... 另外一个Pointer... 2... 3... 4... 然后呢... 点点点点点... 然后... 5... 6... 7... 搞... 搞什么啊... 它参数... 竟然不定参数的... 然后... 就有那么多个... 注意到... 这个东西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就是... Kron系的呼叫呢... 其实它... 比那个... Microsoft的... Windows的那个... Create... Process呢... 更怪... 对吧... 你发现它怪的地方在哪里... 它... 就是它不定参数... 然后呢... 它虽然看起来有处理... 像什么Stack啦... 还有这个... 看起来应该是进入点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 但是它行为呢... 很难去描述... 好... 然后呢... 你看喔... 这东西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们说它的行为呢... 很像Folk... 你说... 搞P... 这么多参数跟... 没有参数怎么会... 会很像呢... 那事实上呢... 是什么呢... 事实上Folk的实作呢... 其实就是用Kron系统呼叫来实作的... 然后它的... 光是看这些参数月表... 就跟Windows API有拼... 再次感谢那个... 那个... 二十几年前那个主管... 让我背诵Windows API... 所以我看到这东西呢... 突然... 瞬间很有感觉... 好...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问题在哪里呢... 因为呢... 当初的... Folk... 就是在那个... Eunice的Folk... 为什么是长自然的面貌... 但是... Dennis Rickins他自己就有讲...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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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懒... 因为呢... 其实更早之前1960代的... Jini... 其实他是更有弹性的... 就是他的... 他的分尸多工的作业系统... 他的Folk呢... 是被认为... 是第一个实作Folk的作业系统... 但他弹性呢... 是高很多的... 接下来弹性呢... 他的Folk的界面... 其实比较像画面中这个... 这种界面... 好... 但是... 参数再少一点... 好... 那反过来说呢... Folk那时候做... 就是Eunice在Folk来讲... 是一个偷吃部... 所以... 你可以把它讲的比较... 难听的话... 就是拙劣的... 的... 模仿... 然后让... 呃... 就是让界面单纯... 但实作变得很困难... 好... 那... 我们刚刚提到... Linus为了这件事呢... 就只好... 用... 额外的... Folk系统裤教去... 去处理... 好... 那这样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这... Folk最大问题就是... 它会导致... 额外的机体开销... 好... 好... 因为我们还在改... 我们改完之后... 在... 可能在那个... 智慧教材... 会跟大家更新... 就是我们还会讨论... 那个Copy on Right... 那底下这个程式呢... 就可以来做... 这个... 机体开销... 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的原理就是... 我可以去读取... 就是... 在... 系统来讲的话... 有一个叫... PROCFS... 就是... Process as a File System... 这个是从Planet学习的... 一个... 然后就是... 我们可以从... Process as a File System... 去读到... 读取一个... 行程的一个资讯...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上面的程式呢... 这个... 细节我不讲... 但是你可以知道... 就是上面的程式呢... 其实它... 它就是去... 做那个... 它就是前面... 前面尝试去Folk... 然后去执行程式... 就先Folk... 然后再呼叫... ESECV... 好... 那... ESECV... 或者... ESECL... 这种... 就是... ESECL... 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其实你看喔... 这个Parent... 它是... 4152KB... 然后它的Chart是4152KB... 其实就是Duplicating... 然后... 呃... 当我用一个新的程式换掉的时候呢... 反而就... 512K... 就是我要执行上面的一个小程式... 它其实占用的空间是小的... 但是呢... 因为我... 为了要去执行一个小程式... 但是我要先去建立一个大的空间... 所以讲的是... 我们真正要执行程式很小的... 只用到52K... 但是为了要执行52K的空间... 我先要去Duplicating一份... 4152的空间... 而且呢... 如果你的Parent Plus越庞大... 这个... 成本越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不建议你去用那个System... 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 虽然很便利... 就是直接... 把你想要执行命贴进去就好... 但是他其实... 他会想... 先做Folk... 再呼叫ESE... 系列的函式... 其实这件事呢... 会让... Virtual Memory的占用... 或者... 更精确来讲的话... 就是那个... Page Table的那个... Page Table的那个... 的那个... 操作... 这代价是很大的... 好... 好... 然后... 诶... 东西写要怎么说一下... 53岁是什么... 什么鸟啊... 你在想什么啊... 什么53岁... 没有啦... 还没到那个年纪啦... 好... 这个... 没有... 因为我比较早出来工作啊... 我就是那个... 家境比较穷啊... 所以我18岁就要出来工作啊... 好... 所以我就要那时候... 要拿那个正值薪水... 好... 那是因为家贫... 不得不做的事情啊... 不是我... 特别去要的啊... 好... 然后呢... 这个... 所以呢... 这导致什么问题啊... 这导致呢... 你看Folk呢... 就是他当初很简洁... 但是在时代的变迁之后呢... 这件事变得很奇怪... 好... 然后呢... 呃... 很神奇的事情... 叫Folk加ESEC... 好... 这个东西呢... 是什么... 它是一个最佳化策略... 就是因为呢... 上面展示给大家看喔... 其实呢... Folk的代价是很大的... 对吧... 因为... 我要先做duplicating... 也就是Panel多大... Trial多大... 对吧... 这个代价很大... 所以呢... 作业系统通常会... 现代的作业系统通常会做... 现代的Unis通常会做一个最佳化... 就是说... 我先侦测... Folk... 就是Folk我不急得做... 好... 我去看... 在那之后... 有没有... 有没有ESEC要去做... 好... 如果呢... Folk玩呢... 很快就发现有做ESEC... 好... 那我就不真的... 我就不去做duplicating... 反过来说... 如果Folk玩呢... 呃... 过了很久... ESEC还是没执行的话呢... 那对不起... 还是要乖乖去duplicating... 而且你要花... 等待的时间... 所以... 最大的... 种种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知道... 其实这件事让... 呃... 整个系统变得非常的... 麻烦... 哦... 然后... 呃... 所以就算呢... 有很多进阶技巧... 像刚才讲... Folk加ESEC... 这样的一个... 最佳化... 或是加... 刚才提到的... 这个... 其实这种东西的代价是很大的... 那... 不过呢... 很不幸的地方是... 这件问题呢... 其实... 真正在意的人... 其实不是那么多... 因为... 上面讲... 就是... 其实... 其实... 过一段时间可能就是... 关于... 关于... 关于生就有办法去释放... 但是这件事呢... 也让... Virtual Memory... 的... 管理变得很复杂... 所以在Linus来讲...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个目录... 尼时来讲... 会有一个... 科农的一个目录... 叫Amman... 那你看Amman的程式码有多庞大... 你看... 这个目录有多少程式码... 给你看... 欣赏... Amman这个目录呢... 它的... 程式码行数呢... 这个... 不知道怎么数了... 十一万行... 有没有可怕... 而且呢... 就算不看程式码... 光是注解... 光是注解... 就是四万行的注解... 有没有可能很狂... 十一万行的程式码... 四万行是注解... 然后你说... 我应该看得懂吧... 你既然诚心诚意的问... 我们找一个小的给你看... 这个东西... 哦... 有没有看到这个... 搞屁啊... 一个... 一个... 点息档竟然有... 221k... 有没有搞什么... 有没有... 行数有没有... 八千... 八零九六行... 好啦... 你诚心诚意的... 问了... 我们就给你看了... 你说注解很多... 会不会看不懂... 注解很多... 还是看不懂的... 好... 你看喔... 这边是我写注解... 你们说要reclaim... 对... 没错... 其实记忆体... 不是这种配置而已... 要回收的... 你说为什么要回收回收呢... 注意到... reclaim跟garbage collection不同... 我们讲garbage collection是... 一形态... 就是说... 这是废纸张... 像我刚才... 上课之前... 我有去倒垃圾... 我住台北... 台北市有... 垃圾不落地的政策... 所以我们要自己去倒垃圾... 所以我就带着纸张... 带着... 保特瓶... 我就去... 倒垃圾... 然后... 所以我们在做... garbage collection之前... 我们先分类... 先知道... 这东西是回收的... 有些垃圾是... 它不是那种... 资源回收的... 但是要特别去处理... 像厨余... 对不对... 所以那个东西... 我们就叫... 我们让资源... 可以再更好的使用... 这叫做... recycling... 所以... 原本是垃圾... 那交给某个专业的机构... 去做处理之后... 它可以变成材料... 对不对... 像那个... 保特瓶... 它可以变成塑胶射出物... 那重新... 可能变成一个新的保特瓶... 那同于纸张... 听过某些处理之后... 它可以变成再生纸... 那有一天我就可以用到... 我就可以用到... 但... 旅客内不是这个意思... 旅客内跟recycling是不同的... 旅客内呢... 就是... 我还是收回... 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 那个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1949年... 对不对... 在那个天安门广场... 对不对... 那个毛主席说... 我这边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成立之后呢... 然后就... 那血沸腾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说... 哦... 我要把台湾收回来... 但是你们觉得奇怪... 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台湾的是谁在管的呢... 其实蒋介石在管的... 对吧... 就是国民党在管的... 然后这个... 好像从来没有... 对不对... 好像从来没有在这边... 有驻军过... 对不对... 但是要把他收回... 对不对... 这个就... 所以那个... 那也不是那个收回... 所以我们讲... 汉语的收回是很困难的... 汉语的收回要看情境... 对不对... 我们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 哦... 要收回台湾... 好... 那么在... 中华民国的时候呢... 我叫说这个是... 神州大陆... 是我们的故乡... 这是我们的祖国... 但是我们现在... 只是被迫在一个小岛上面... 生活... 蒋介石的版本... 如果说你是台湾人... 就说我从小就... 呃... 那这个... 这个... 中国就是让我去赚钱的地方... 那边... 那边... 去那边赚钱... 然后吸了大马... 然后... 然后... 但是这么讲... 克林到底在讲什么呢... 就是克林呢... 其实是讲那个... 呃... 他着重点... 就是说... 呃... 他着重点... 比如说放出去多少... 要收回多少... 不是啊... 就是我们刚刚讲... recycle... 讲资源回收是一个循环... 然后讲那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收回是一个想像... 但是这边旅客人呢... 他是很不识的... 就是他会有... 呃... 出去的... 但也有回来的... 但是出去跟回来... 不见得要一样... 所以注意到... 这个出去跟回来不同... 要搞清楚这些东西... 他... 他的量可以不同... 详细的地方... 请你去查那个... 那个字典... 然后... 在那个... 在那个... Linus kernel里面... 那个MN... 其实有类似这样的操作... 那VN scan呢... 其实算里面很复杂的东西... 就是呢... 他会要去做... 旅客人的时候... 他要去扫描... 哪些区段可以收回... 然后注意到这个收回... 刚才讲了... 汉语的收回很尴尬... 对吧... 就是... 收回台湾也是一个收回... 收回台湾... 跟这边的收回是不一样的... 就说这边来讲话呢... 就不是说... 放多少要收多少... 它不是借款... 跟还款的关系... 不是... 它是... 就是... 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 它只是讲方向... 但没有讲那个量... 没有意味着... 一定要放多少收多少... 它没有那个量... 那它要在一地方是... 它的单位叫VNA... VIRTUAL MEMORY ADDRESS... 就是它的特定的REGION... 在不在... 然后呢... 值得一提的地方是... 这里面有RB TRIP... RB TRIP... 找一次给人家... RB开头了...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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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B开头了... 就... 300多个地方... 就是跟那个红灰数有关... 然后... 这说什么? 在... 看... 课程的我们特别讲... 红灰数.... 其实这个... 红灰数的范�vere很大... 但... 我們現在講紅灰術 最主要是為了講排塵器 好 然後 所以注意到 Folk的開銷是大的 底下有一些實驗 請大家可以看 也可以試著在自己店裡跑起來 然後這邊有個工具叫 Stable Top 可以把它裝起來 然後試著去看 然後Folk還有個麻煩的地方 Folk還有個Daylock的問題 這個問題很嚴重 因為當年Folk在發展的時候 沒有去管多執行序 多執行序很慢 一直到1980代才真的是變一回事 然後有些作為系統像Linus Linus其實一直到上個世紀末 才稍微像樣 像樣跟好是兩件事 Linus的多執行序 其實要拖到2003年以後 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 所以在2003年前 Linus其實多執行序都是個悲劇 2004年以後 比悲劇好一點 但是還是很多問題 所以Linus其實花很大力去調整 你看Linus 1991年就提出了 可是一直到了2004年 它的多執行序才是能用的狀況 所以在這之前是很糟糕 這裡面很糟糕 然後有一個原因其實跟Folk有關 Folk它的行為跟執行序是會衝突的 因為Trial Process會 duplicating 就是會去複製一份Parent Process的副本 所以導致如果你有一個Lock Folk這件事是要特別去處理的 然後你可以用下面的程式碼去重現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問題是很大的 所以導致我們在用Folk的時候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其實相關的去看 那其他有解釋到一個VFolk 那這個是 它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一個存在已久的系統胡椒 但是被標示為過時的 那當初就是為了要在沒有記憶體管理的硬體上 去使作Folk 所以有一個簡化版的Folk 但是它跟Folk的行為是很大不同的 好 那總之我們剛才講了那麼多 然後就是讓大家理解它的前後的觀點 好 我們終於可以來講我們的書本 好 提醒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還沒有拿到書的話 表示你沒有停表彈 那如果你停了表彈 但是沒有拿到書的話 請你發訊息給我 告訴我說是怎麼一回事 好 接著我們來講這本書 那我們剛才提到了系統胡椒帶 所以1.2 1.2.1.3 那我們就這個地方大概都探考過了 然後這個內容請你自己看 然後有幾個東西提醒你 閱讀書要小心 好 閱讀書要小心這個Stack Stack的範圍 因為這個Kernal Space跟User Space 各自有不同的空間 所以特別注意到這件事 好 還有注意到這個 注意到它的範圍 雖然我們這本書在講scheduling 但是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跟機體管理還是有關聯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還是要提到 我之所以想寫這本書 想講這個寫CPUscheduling的書 也是因為我發現 Linscom有很多種 簽一法動全身 所以我開始本來只要寫一個筆記 沒想到不寫 你看不只是寫寫200多頁的一本書了 而且那只講主體是CPUscheduling 但是其實裡面有一些環節 像記憶體管理 是會有關聯的 所以這邊請留意到這個部分 可以搭配剛剛講的內容一起看 好 注意到這邊有個threat info 這東西很酷 這個東西我們在講process 就是我們在下週講process 正式講process的時候會來認得講 但這邊來講話 先有一個概念 就是process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容器 那裡面可以放若干的紙的 就是那個那個執行序 那所以在在這邊來講話 Linux有個特別的一個結構 就是叫做這個threat info 那這個東西是包含在process的資訊內 好 然後 那注意到那這邊來講話 就是Kernel要去維護 維護他的那些他的描述 所以你看process裡面有個描述 就是有這個threat info的描述 好 然後 好 記得前進 前進 前進到 我們來講 開始來講那個 第二章 那注意到這本書很厚啦 沒有很厚啦 這本書 包含的內容相對多 不算厚啦 其實這本書我預計還要寫到400頁 就是 現在才寫200多頁 還遠遠 遠遠還沒有到我的標準 好 不過沒關係 你可以見證這本書的成長 好 然後呢 我們來介紹 來介紹第二章 那應該你要把第一章看完 或者是幫你畫 畫一個重點 然後 然後給你提醒哪些東西要看 好 那現在看第二章 第二章看 我們就引述這個名言 就是Compute Science 裡面很多問題呢 都會透過一個 Indirection去解決 Indirection 好 好 然後呢 首先呢 你要了解schedule的目標 好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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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重要 好 對 順便講 有東西忘記講 就是 為什麼要特別講 CPU Schedule 有沒有 為什麼不講schedule 你以前看孔的書 通常書本就講processschedule 或者直接講schedule 但是呢 在Linux來講 這件事很困擾 Linux這件事困擾的地方在哪裡呢 Linux困擾的地方在於說 呃 等一下哦 這個 搜尋的功能不好用 咦 就會很蠢 導演 嗯 算了 我自己打 這個 好 這個 就是為什麼要特別去講那個 這個 呃 算了 找原稿出來 有時候很討厭哦 找不到 Linux CPU Schedule 好 再來 我們這本書用Latec寫的 如果說你對Latec有一點概念的話 可以歡迎大家一起來寫書 呃 好 這個 自動打電 就你在這本書應該是找不到啦 好 就是 啊找 找 CUNYS就好 就那個 搜尋笨笨的 有時候 有時候那個 好 然後這 誒可惡我的工作法去哪 狗屁啊 可惡 可惡再看一下 好啦算了算 你看這 就說呢 嗯 嗯 Linux啊 其實它的schedule這個詞 啊 其實你在用的時候一定要講CPUschedule 然後雖然有時候 Kernel開發者他會偷懶想schedule 但是我強烈建議你還是要講schedule 為什麼呢 因為在Linux kernel裡面有很多schedule 它有Ioschedule 它有Networkschedule 甚至Graphics也有schedule 所以其實 因為畢竟Linux kernel是包三包的什麼鬼都有 所以你在討論的時候最好講清楚 這也是為什麼這本書的標題叫做CPUschedule 就是因為 呃 因為 因為 層面很廣 好 那回來看這個 排層器的目標 排層器的目標 這個排層器的目標呢 呃 我們有幾個在意的事情 就是這個Response Time 我們希望它回應可以夠快 然後呢 我們也希望那個Foot 夠高 那注意到呢 你要很低的Response Time 跟很高的Foot Pro呢 其實 這兩者呢 很容易是衝突的 不是每次都衝突 但是在很多情境會衝突的 你看喔 我們之所以要提升 我們提升Foot Pro有什麼方法 就是我們可以善用那個Buffer 對吧 就是說我如果每次呢 我要遇到 要 傳遞風暴的時候呢 我們去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有個Buffer 我填滿了 我填滿再一次送出 對吧 就像是 你媽叫你去 你爸你媽叫你去買東西 對吧 那你媽說 去買一罐牛奶 那你就衝了 衝出去買牛奶 那回來 說媽牛奶給你 媽媽說 去買豆腐 然後就 衝去超商 然後衝去賣場 買豆腐再回來 然後這是什麼 一來一往吃成本這麼高 對不對 最簡單策略是什麼 就是把那個 媽媽你要買豆腐嗎 你要買皮蛋嗎 你要買雞蛋嗎 你要買豆漿嗎 你要買什麼 對不對 先把那列表列出來 所以像這樣一個Buffer 所以這樣的話 就可以這樣一次買完 對吧 雖然你抱著那些東西的時候 走路比較慢 對吧 因為你以前如果說 你只買一個鮮奶 鮮奶咬咬咬沒關係 所以你可以用衝的 但整體來講 速度是提升的 然後但是呢 我們剛剛那個策略 其實會讓Response 它變長 對不對 因為你媽媽告訴你說 我要買牛奶的時候 你是等它下 不會急著去買 所以其實你的反應時間是變慢的 然後你看 你看到這兩者是衝突的 但是呢 我們兩個都要 對不對 小孩子在做選擇 對不對 大人是全都要 作為一個林斯科納 對不對 作為一個三十幾歲的 那個年紀的林斯科納 都要嘛 好 然後呢 這個 所以這個東西呢 要特別注意到 其實這個是很容易衝突的概念 然後那林斯科納怎麼解決呢 其實林斯科納呢 它有解法 但是解法跟你想像的不同 好 其實呢 它是把這件事呢 再把它變成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好 所以你看 為什麼第二章要引入這句話 好 其實在科納裡面解決問題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不是直接解決的 好 我們知道Response Time要想低 但是呢 因為Response Time跟Through Pro 它是衝突概念 所以林斯科納不是直接解決這問題的 林斯科納的做法呢 很特別一樣是說呢 它會給你一個叫 Interactive 好 它就是它會有一個 評量機制 它會有一個評量機制去看說呢 這個任務 它的形態 它是偏向呢 互動性的比較多呢 還是它跑背景的時間比較多 它會有一個評分 它會有一個量化的方式 它去動態改變這個量化方式 還有這個評價方式 然後呢 然後把這個 比方說你需要互動性比較多的 那我就把它對應到一個時間間隔 也就是說你可以配置到時間 整個配置分配到時間會比較大 然後呢 反過來說呢 如果你是可以執行在背景的話呢 我讓你配置的時間比較短 但是過一段時間我可能給你補償 一開始給你比較短時間 再過一段時間給你補償回來 然後呢 所以這件事呢 它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它是一個管理的策略 它不是單純說 我又要提升throughput 又要提升降低response time 因為這兩者是衝突的 所以它就用一個額外的集資去做這件事 那當然這個怎麼做呢 我管理一下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 還要考慮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fairness跟leveness 就是我們在一地方就是在說 就算你系統上是依據優先權去排成 但是我們不能讓第一優先權的任務 完全沒有機會執行到 這件事 我們雖然是依據優先權去排成 當然優先權高的任務 應該相對來講 它佔據CPU的機會就更大 最大是機會 但不代表說低優先權任務就該死 不是喔 所以我們這邊來講話 要解決很多很關鍵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我們在統籌來講話叫做fairness 然後呢 那跟它相對的概念叫leveness 那這個一樣 請你看這個底下描述 那底下有很多論文 就是這個 然後裡面有些 以後我們可能會把一些數學分析加進來 我們先用簡單的數學分析 好 然後 除了這以外的話 現代的 現代Linus 現代的作業系統像Linus 它其實需要執行在現代的硬體上 像你來講 power efficiency超級重要 這是為什麼我想寫這本書 因為剛好 我在十幾年前 剛好有機會去開發這個相關的專案 就算是比較早去開發這個相關的專案 然後這個東西超級難的 因為呢 我要發揮能源的效率 其實呢我不只是硬體要調整 我整個 我整個認體 系統的認體 然後還有甚至作業系統核心 還有應用程式 一路都要做調整 而且這些調整必須要做到transparent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可能是一個遊戲 一個 Angry Burst這種遊戲 Angry Burst 或者是說一個 Chrome browser 這樣的一個龐大的程式 它其實不應該 對硬體有太多認知 作業系統要把很多硬體 把很多形容幫起來 但是作業系統又可以針對他們的行為 設計出一個 最執行起來 讓使用者的體驗夠好 但是又對能源效率夠好 有相對可接受的一個主態 那最後這些東西超難的 我們有專門一個 section去探討這件事 也許以後我們會擴充之後 會獨立出一個chapter 就是先跟大家預告 然後我們本學系統 也有可能有同學會來做這個部分 然後就真的來做 跟Power Efficient有關的排程 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到 休息到兩三動動 你說我們這課沒結束 沒錯 你說我撐不下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去看錄影 我們來回答同學的問題 當然同學問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 他查到一個東西叫Potis Spawn Potis Spawn 你可以把它Potis Spawn 當作更好的System 這個韓式 注意到這個 的確它不是系統呼叫 它其實背後還是呼叫Folk加ESEC 但是 比較好的地方是 它有額外去處理 像一些signal 特別處理 所以要注意看那個MainPage Signal Potis Spawn 好 注意到裡面有個要特別查的東西叫Signal 好 這個 它跟那個一般的System有個大差異 它有一個Signal Mask 這是它比較特別的 然後再來說 它有機會對於多執行序的情境會 有機會比較友善 注意到有機會 意思是什麼呢 這取決於始作的品質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界面 但是實際怎麼做呢 其實是一回事 好 喔對 這邊 這邊 這邊這邊講個東西 其實這個 貢獻 貢獻 其實方法很多 你會發現 MainPage裡面很多沒有 都沒有範例的 其實你寫一些範例 也可以貢獻到MainPage 因為 在電子上做系統開發 其實都會踩到MainPage 那其實這也是一個 很好的貢獻機會 你看 像這一頁來講 就相對比較新的 因為這個東西很多 很多不同的地方 好 那回來 那又有這個同學問說 Folk跟ES17 它會有額外的開銷 其實不低的 那為什麼不再加一個系統呼叫 注意到這個是 這件事其實常常在 我講的常常就是 反正每個一陣子 可能幾個 幾個quarter吧 每個幾季 都可能會有開發子 來討論這些事 但是Lins Kernel現在的 做法是傾向說 不要再加這些系統呼叫 加這種部分的系統呼叫 而是把實作本身做好 因為加越多的系統呼叫 其實是 要考慮到相容性的問題 然後 其實這件事 可以有機會更好的方式 就有機會用一個更優雅的方式來做 比方說我們去年有發表一篇論文 叫ISCA 很好說的就是 Google說的 Linus叫ISCA ESCA 然後這個 ISCA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把那個 就像標題看到的 我們把那個系統呼叫 把它聚合起來 就是 想這麼講 就是 剛剛講那個ES1在 Folk在加上ES1C 這樣的一個 它就是一個很常見的組合 坑筒已經做了 但是事實上在 在 像網頁伺服器這種情境 網頁伺服器這種情境來講的話 其實它有很多時候我們會希望說 它可能把某些request 合併起來 所以在這樣一個 我們先把它聚合起來 所以我們用aggregation 對不對 就是那個動詞叫aggregate 然後這樣的話 在某些情境 它可以提升百分之六十的性能 而且如果說你今天是針對一個 有強度的東西 比方說NGX 那你可能知道 前一百大的網站 其實前一百大的網站 有很多都是用ngx 全世界不是全台灣 全世界前一百大的網站 有很多都是用ngx 然後你發現 就是用這個IS卡的話 其實就可以 在完全不跟動程式碼的狀況下 幾乎不跟動程式碼的狀況下 去提升百分之十一的性能 這什麼概念是吧 因為intel的處理器在改版的時候 它的那個 就是 它次代間的差異大概就差百分之十一 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這種速度 也就是說 你不用更換硬體 就是調整軟體之後 就提升百分之十一的性能 這是很驚人 然後最後這是我們去年發表的論文 那我們今年可能 因為還在review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review完 所以我們今年可能會有另外一篇論文 去更大幅度去提升這個部分 然後這個主要的策略就是 就是我們把一些 我再給你看那個論文的那個 這個地方是公開的 那今年發表上面公開的 然後今年的論文 可以借進這樣的一個策略 就是你看 這個 所以就是說呢 其實為了要做什麼事 然後去做很多那種複雜的 就是做很多那種組合 對不對 你發現某個系統戶叫組合起來 才會快 那為什麼不一開始就提供一個一個機制 它就是本質上它就可以做那種 System Code Aggregation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避免那個這種 我們把它稱為叫Main Core System Code 這個System Code的那個說 就是那個 是System Code的縮寫 就是 因為在系統來講的話 其實有很多很糟糕的東西 其實這樣這個東西是時代產物 就是 就是傳送多個 就是有一個系統戶叫 就傳送多個信息 你會覺得很討厭對不對 就是 因為 因為那個 一來一往會很安費時間 所以就 那個核心開發者就搞一個東西 叫做Multiple Messages 然後這個東西呢 就很 就很醜啊說真的 因為呢 你發現什麼東西會慢 比方說System Message就慢 你就搞一個 可以送多個的 那你發現 那你發現 ReceiveMatch就會慢 那你就搞一個什麼 可以收 可以收 可以接收多個的 那同理你發現呢 你發現 讀取的時候呢 讀取 就是什麼 讀取一筆 因為原本綠的對不對 你看原本綠的在做什麼事 原本綠的是 我指定一個長度 我放到一個Buffer 對不對 所以我就 我指定 我想要讀取多大空間 然後放到我的Buffer 但是呢 你覺得 一次讀取一個 覺得效率差 所以我就讓你讀取多個 那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那這樣的話呢 讓整個系統無教 是不是變得很 名字又錯又長 然後呢 考慮到這種 功能對不對 就考慮到證交信 那考慮到這種證交信的話呢 是不是讓那個系統無教 就明明它是同樣功能 但是你跑出一堆變形 所以這樣的話 作為系統要支援一大堆 作為系統無教 對不對 那支援一大堆系統無教 就有維護問題 這就有很大的代價 所以這是 我們不希望看到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去年發表這樣的論文 就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 不過 目前為止好像也只有 三個單位對這些有興趣 我們還要再努力 不過 我想這個是一個可以做的方向 就是說一個 也許做一種可以這樣子的方式去演化 而且我們證明就是說 可以在完全的相容性 就是不需要做什麼層次的變更 在同樣硬體上 還可以提升那個性能 我認為是很有趣的 認為 但是就是畢竟那個API的設計 其實就是那個C-SENCO的設計 畢竟實在是很多相容性 還有維護的成本 其實它不是一個 你認為它快就是好的 它不是那麼單純的一個評量 而且尤其Linux Kernel 要在不同的平台上要支援 其實開發者思考一點多 不過你現在可以去查 那幾個關鍵字 你可以找在Hacknews Copy on write 除此之類的那些 可以裡面找到很多那種很好的討論 好 繼續看 所以你先了解那個Python的目標 然後 咦? 傻鬼啊 怎麼這樣 給大家記一下 我們問它怎麼跑掉了 哎呀 打錯字 記一下 像這種 像這種錯字 或者覺得很奇怪 你把它記下來 那你可以跟我討論 這第幾項 這32頁 32 好 然後注意到Linux 就像前面提到 就是用在 從Server Cloud 手機 手錶 對吧 然後很多裝置都有Linux 那所以這個Workflow 這個落差很大 對吧 你看火星探測號上面的Workflow 跟那個 跟那個 用在華爾街的那些Server上的Workflow 當然是不一樣的東西 對吧 那但是神奇的地方怎麼 我們用的SourceTower竟然是同一套 所以Linux Kernel的策略是這樣 它不會針對特定環境去開發一個特製的Linux 不會 Linux就是同一套 但是讓你改不同的主態 讓你可以有很多的調整 所以你看 Linux一個很特別的 從古到今大概一周Linux幹的這種事 就是能夠用在不同的場景 但是用同一套Code Base 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好 接著我們要講一個東西 叫Scheduling Class 這個東西在我們上週 還記得吧 上週我們有一份投影片 怕忘記的同學 自己去看 上週第五週 第五週 第五週 有一份投影片 在哪裡 這個 這裡面有一個投影片 用比較生動方法去介紹 所以這邊 我只是畫重點 在這裡是畫重點 那這邊就會有不同的Scheduling Class 注意到呢 到目前為止 跟你以前學作業系統的 Process Scheduling的 Argorithm 沒有什麼兩毛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邊就是 為什麼呢 因為你以前在學的東西 只是一個 你只是在學Argorithm 但是呢 我們今天在探討的東西 標題叫什麼 叫Scheduling 請你不要把Scheduling 跟Scheduling搞混 Schedule是一個什麼 Schedule是更完整的東西 叫Scheduling 叫Scheduling 那Schedule在做動作 叫Scheduling 而且你以前學的東西叫Scheduling Argorithm 好 那回來看這張圖 這個表格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其實在系統來講 區分幾個 叫Scheduling Class 注意到不是每一個Scheduling Class 都會對應到Policy 所以你看到 像Stop這個Class 是沒有對應到Policy的 同理Idle 是沒有對應到Policy的 為什麼那麼特別的情境呢 Stop這個東西超酷的 這東西呢 神奇的地方在哪裡呢 這東西呢 它的用法呢 它 並不是給一般的程式去排成的 它的用法是 當我這個CPU呢 我的任務要在做切換的時候 我今天要從 今天某個任務要從某個CPU 搬到另外一個CPU 或是我想要把CPU關掉的時候 我們稱呼叫Hot Proc 對不要懷疑 那個中文就翻譯叫熱插拔 你說CPU可不可以熱插拔 可以 就像我現在用的手機呢 這是聯發科技的這個 十核的手機 注意到這不是 不是什麼名貴的東西啦 因為它是一個好幾年前的東西 以前還算不錯的東西 但是就是一個中等東西 那它裡面有十核CPU 但是事實上呢 這個十核CPU不會永遠都開著 其實它可以關掉了 然後呢 CPU開跟關的時候呢 這涉及到就涉及到 還是要涉及到排成 對吧 因為你看原本有十核 那我把其中的四核關掉 只剩下六核的時候 或是我再繼續把裡面的兩核關掉 只剩下四核 從十核變成四核 從十核變四核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 就涉及到任務嘛 對不對 以前的任務可能是十個核均勻分布 然後我今天把它集中在四核的時候 其中某四個核 那就為了要省電嘛 對不對 為了省電的話呢 其實這個東西有排成的 但是它不是給一般的排的 所以我們會有個東西叫Stop Class 但是它沒有對應的Policy 然後呢 另外一個東西呢 叫Idle Idle很酷 Idle呢在做什麼事情呢 Idle呢跟那個 電源管理有關係 就這個 這個底下講 這個 這個 你在讀後面的章節的時候 我會看到 不過你這邊先有點概念 這東西跟那個 我們做那個 進階機體 進階的人員管理有關 好 那扣掉Stop跟Idle Class 其他的剩下的Schedule Class 都有對應的Policy 然後這邊的東西呢 會一直擴充 所以就是 你看到目前的結果 也許過一段時間 可能會有一些變更 不過大體上是這樣 那之後有個東西 值得一提的東西 叫做Rio Time 這邊你終於看到你熟悉的東西 對不對 R這是什麼 R就是Rung Robin Rung Robin Rung Robin 這個就不要懷疑 就這個 然後最像為什麼它名字長那麼奇怪 這個名字是有梗的 這個這個 名字的梗在哪裡呢 名字的梗在 對 注意到這個是來自法語的 然後其實我們電腦多詞 也是來自法語的 像Cash 注意到不能唸Cash 要唸Cash 因為這是法語 就像Schedule 對不對 你不能唸Channel 你要唸Schedule 好 然後這個Rung Robin 這就是你在書本上看的那個 你以前在教科書學的那個Rung Robin 不要懷疑 你以前學的東西就是長這樣 對不對 你會去算那個Arabit Time Burst Time 你終於看到你會的東西了 對不對 但很不幸的 我們今天不是在教你了 你會的就不教了 我們當然要教你不會了 好 然後注意到就是 裡面呢 我們剛才不是提到一個class 叫做Rio Time Rio Time 包含這個First In First Out 跟那個Rung Robin 這就是你以前在做一種書籍學到的東西 但是對Linus Conno來講 它只是其中一環 而且它是在特別行進用的 多數的時候用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Normal 它是屬於Fail Class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們這本書算很關鍵的地方 我們會探討裡面的這個不同的排層器 所以注意到 事實上呢 你的Linus的CPU Schedule 它就真的是那個MOTHER多重排層器 就知道這個是講MOTHER 不是講那個問候的話 是那個MOTHER 所以就是你看喔 這邊很深的地方是 其實你的電腦裡面 然後把你的Android手機 裡面呢 是有好幾套排層器的 而且你的Android手機裡面用的排層器 又比畫面中寫的又再多一點 好 然後不是多 是多一點 就是 就是不是多一個而已 是多一點 就是這個 它可能還有很多不同的策略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呢 為什麼要想要特別探討 因為 事實上現在的東西發展 已經跟你以前學的書 已經有很大大落差 不是有落差 是巨大落差 但沒關係 因為這些很多資源都是開放的 而且我們寫的這本書 特別引導大家來學習 好 然後 這邊來講話呢 會有不同的這個 Schedule Class 然後我們要優先處理Stop 處理完之後再處理這個Dayline 先有概念 然後我們最主要的探討是這兩個 就是這一次我們在探討是這兩個 就是LeoTime跟Fail 然後這個LeoTime的話就是說 我在任務執行的時候 我有指定優先權 而且我是用這個LeoTime排層的 然後有個命令呢 叫CHRT CHRT CHRT呢 它就可以去指定一個 Process的LeoTime的屬性 所以一旦一個行程呢 有LeoTime的屬性的話 它就會 它就歸類成這個RT的什麼 Scheduling Class 那如果呢 沒有LeoTime的attribute的話呢 它就是Fail 而且你看這順序 對不對 先不管這個Stop跟Dayline 那你也可以 就是先把三個忽略 就是Stop Idle 還有這個Dayline 忽略的話呢 就剩下LeoTime跟Fail 那CHRT這個命令呢 就會讓我們去指定 指定說它要哪一種LeoTime的attribute 那你可以不指定 不指定的話呢 或者說你就是指定個Other 指定Other的話就是走這個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一下叫Other 一下叫做 一下叫Nomo 這個叫做 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叫時代的眼淚 就是 反正這個 就跟演化有關 就是這個 就術語啦 以前就是 以前就是 最早名字就是LeoTime跟Other 然後後來發現說 要擴充 所以它就改名字 總之 但Other就是跟Nomo是一樣的東西啦 好 然後 這邊有講幫你複習 First In First Out跟Long Robin 然後 喔對 這本書呢 像這邊底下看起來可以按的 它就是可以按 它就可以點到那個超連結 對不對 按這個的話 就會點到對應的Source Call 你可以去教它對照 那你可能好奇啊 我們這本書針對哪幾個版本 這個是我們現在還在努力的地方 就是 我們看那個Kerno的那個 如果我們看那個Kerno目前的版本 Kerno版本的話 你可以看那個Kerno.org Kerno.org的話呢 目前的穩定版是6.2 那你可以看到說 畫面中來講6.2.7 在最近已經釋出了 然後 那我們針對的不會是最新的穩定版 因為顯然我們沒有那個利器 然後 但是我們會針對Long Turn 所以在這本書來講的話呢 我們 目前 目前是針對這兩個LTS的版本 Long Turn Support Kerno 一個是5.10 一個是5.15 所以這本書來講的話呢 我們最低要能夠支援5.15的Kerno 所以如果說你在閱讀程式碼 閱讀這本書 遇到一些障礙 就是發現跟程式碼對不起來 跟5.15的對不起來 那一定是我們的錯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問題記下來 然後 那我們希望今年可以完成 從5.101轉到5.15 然後開始要做6.1 那6.1是很重要的一個版本 因為6.1的話就是 第一個它是新的一個LTS的版本 然後 它是最 算是近期最新的LTS版本 再來是6.1的正式支援RUST 然後RUST是我們今天收客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們就希望呢 我們今年可以讓這本書從5.15支援 從5.10支援全面到5.15 就是 就是 目前你拿到書稿是最低支援到5.10 但是部分內容是5.15 那我們 我們移轉到5.15之後呢 就會把5.15當做那個最低要求 不過這最低要求其實很難啊 就是每一段探討程式碼都要改 其實很麻煩 那但是這也是各位可以貢獻的地方 好 那接下來講那個優先權 優先權這東西呢 可神奇啦 因為呢 LINUS繼承了UNIS的一些寶貴美好的東西 好的壞都繼承過來 LINUS的優先權呢 並不是用Piorty這個字 雖然Piorty是這個字沒錯 但是LINUS的用字呢 其實是這個字叫Nice 好跟我一起唸 人善被人欺 這件字啊 人善被人欺 Nice這個字是這樣 如果你這個值越大 表示呢你越容易被人家欺負 所以你優先權越低 反過說一個-20呢 表示你能夠壞 人壞呢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對不對 來跟我們念一次啊 Nice就是什麼 人善被人欺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 人善被人欺 它的優先權是最低的 然後-20呢 也是優先權最高的 所以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就是 這就是UNIS UNIS很討厭嘛 就是 但是LINUS把這種討厭東西完美的繼承 然後也因為LINUS 這件事很討厭 所以導致呢 LINUS只好幹了一件很 幹了一件很迂迴的事情 他把那個Nice值呢 把對應到 對應到 0到139之間的數字 好來看這個 哦對按下去也會 哦對不對 按下去會有表格的 好那我們剛才不是講過呢 我們在意地方就是那個 Fair 跟什麼 跟那個 跟Real Time 然後呢 因為呢 呃 因為在Nice值呢 就是有19到-20 對不對 19到-20 20是什麼 人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那所以他是高人 人善被人欺 就會放在最底下 777777 然後呢 這個就Fair 然後呢 這是UNIS 但是呢 因為Real Time也可以指定優先權 對吧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 LINUS一個很 很討人厭的地方 UNIS討人厭 然後LINUS把它繼承 你說為什麼LINUS不改 很多原因 總之就是擊中難反的 然後呢 這個CHRT呢 就是 欸 CH CHRT 為什麼 為什麼錯啊 欸 錯難 欸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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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錯啊 等一下 錯了 欸 欸 出來 CHRT 欸 對啊 欸 好啦 眼花了 抱歉啊 好 你看到 CHRT呢 這個命令 它可以讓你去指定 一個行程呢 它有沒有Real Time Atribute 一旦一個行程呢 具備Real Time Atribute的話 它就歸類成這裡 否則就這個 那LINUS呢 內部就把它轉換成0到139的東西 好 那注意到呢 這東西呢 裡面呢會有一些程式碼 那我們把我們第二章呢 就講一些概念 所以你看到第二章其實程式碼不多 我們有講的 程式碼我們把它放在第三章 或者更後面的章節 好 然後呢注意到呢 就像之前上課講過了 其實CFS裡面呢 CFS是目前啊 就是從2007年以來的 預設的排程器 但是之前會有Big On Big On1的排程器 之前上課的時候提過 然後這邊要知道 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其實呢 最初呢 LINUS TWICE在寫他的排程器的時候 在0.01版的時候呢 他講一個很棒的話 一定要跟你分享 他講什麼很棒的話呢 就是在最初 在最初的那個0.01版 第一個公開的版本 他的註解上面就寫這句話 好 大家看一下 這句話講得超棒的 一定要看 他說什麼呢 他說 This is a good code 59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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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笨 59行 然後你看 然後你看 他說什麼呢 這是最初 Linus Kernel的公開版本 這個程式碼大約是1萬行 然後他就直接跟你講說 他說這good code 而且什麼 大概沒什麼原因要什麼 原因要去修改 好 但是實際上什麼 實際上不是啊 對不對 竟然有個大學教授為了他去寫一本書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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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排成器這東西啊 多可怕啊 來來 跟你欣賞啊 最新的程式碼到幾行呢 兩萬七千 兩萬七千行 今天不學 明天會更難 然後呢 所以你看到 當初 根本沒有想過這東西那麼複雜 但對不起 這就是複雜 這也是為什麼要學 Linus Kernel的原因 因為呢 很多東西呢 跟他當初設想不同 他不是一開始就完美的 恰恰因為 他一開始就是很簡陋 但是簡陋過程中呢 逐步讓他擴充複雜的系統 所以 你如果可以從簡陋的東西 知道他怎麼變複雜 是不是 你是不是學會了什麼 你學會了一個很重要的設計概念 好 然後 這個地方請你搭配看這個 我們現在在重點提示了 不是把每一個導讀 然後 所以你要看到 其實一開始 Linus Kernel source code 就長這樣 那這邊呢 你可以發現 這個東西有沒有覺得很熟悉的感覺 對不對 就是這邊來講話呢 其實一開始 他是用陣列 有沒有 去把那個任務放在陣列裡面 也不是另一個list 好 然後呢 但是在最初的方面就考慮到什麼 考慮到signal 所以就這樣 這個signal是一個很關鍵的一題 所以我們在第一章的時候 特別跟他講 而且我們要求這個同學 在第一週的作業 第一週的作業 就要求大家去查man page 做一些材料 所以看到現在 你大概知道為什麼 當初要要求同學去看那些材料了 因為 你也許沒辦法寫到最後一次的作業 但是也許你就算中途離開這門課 但是你也許可以看錄影 或是看我們的教材 好 總之就是說 以前的signal就是先處理那個 其實那schedule先處理signal 那後面就是從陣列裡面挑出來 這是最初最初的版本 然後linus twas覺得說他是quick call 但是呢 這顯然後面就有更新 後面之所以更新 其實也不是因為linus twas 當初寫的程式碼不好 而是因為需求改變了 因為在linus kernel 2.2的時候 就加入對reotan的支援 此外2.4的時候 開始支援這個smp 就是對稱多核處理器 然後所以 必須對kernal的schedule 做一定程度的修改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底下就有這個修改 然後注意到這個修改 它就改變了 它引入一個詞叫goodness 然後注意到不要把goodness跟那個 就是不要把這個詞跟那個nice搞錯了 goodness跟nice是沒有兩毛關係的 goodness就是一個量化的一個詞 好 然後o1schedule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linus kernel邁向一個 專業的作業系統的時候 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然後這個里程碑呢 就是希望呢 因為當時2.6的時候 linus kernel已經用在全世界google yahoo 這類網路公司裡面 你大量使用到linus 然後呢 當時要去解決一個很關鍵問題 就是smp smp的這個問題 因為在o1schedule之前的排程器 就big on 其實它是有很多很大的限制 導致它沒辦法處理 那所以這個o1 我們在這本書呢 會談到很多那個o1的東西 現在還在擴充 那就是因為它是一個 邁向現代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考慮因素 那你會好奇啊 都已經做到big on了 那後面會是什麼時間複雜度 好 直接跟你講 o1下一個時間複雜度是big on log n 你們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就是你已經做到o1了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 後面的那個時間複雜度是big on log n呢 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跟什麼 rbtree 好 就坑裡邊呢 是用到紅黑數 那你可能會擺事不得其解啊 我有 常數時間複雜度可以用 為什麼要用紅黑數 那這邊 這邊這本書有給你解釋 然後呢 CFS就是目前預設的這個排程器 它裡面內部使用到紅黑數 那紅黑數的這個 這個 那個 Worst case的時間複雜度呢 是big on big on 然後呢 注意到就算你的系統是big on 1的那個的時間複雜度 不代表說它做每個操作都是固定時間 不是 其實big on的那個schedule裡面 有很多很奇怪的因素在裡面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花很多篇幅去探討 然後注意到我們這本書呢 也花很多地方這樣有些數學表示 我們用的數學不難 就是大概是大學一年級等級的數學 欸不對 高中等級的數學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可能以後會加上一些 大學一年級的微積分的數學 但是目前為止 你只要高中數學就可以看得懂 然後 你需要在意地方是說 為什麼它當初做這個演化 這才是關鍵 然後 事實上在Safe出來之前呢 還有一個額外的一個排程器叫RSDL 如果你去搜尋那個 Ninus kernel source code的話呢 你可以去找到那個SD 那SD的話呢 就是其中一個排程器 SD 開頭好多個啊 SD 這個SD schedule 然後這個SD schedule呢 其實就講這個 SDL 就是這個排程器 然後這個是這個 CK 那CK呢 它是一個醫師 你沒有聽錯它是一個醫師 就是 所以你看喔 你現在用的那個Linus kernel 你每天用的Linus kernel 不管你有意無意就用了嘛 對不對 手機裡面有Linus 就算你用iPhone iPhone背後也有Linus啊 對不對 iPhone所存取到的SERV 裡面有Linus 你就認明用吧 然後呢 你看它的排程器呢 竟然是什麼 竟然是一個醫師 更正確地說了 它是一個麻醉醫師 注意到麻醉醫師 還是醫師啊 然後 這是醫師的創作 而且這個CK的創作很多 它不是只做排 不投入Linus kernel 不只投入Linus kernel而已 它做的東西很多 你可以去搜尋它的那個 風空物業 反正這個 這個世界真的是無奇不有 我們之後還會介紹一個農夫 農夫也是Linus kernel的開發者 農夫 對不對 那請問各位 你是一個全職的工程師 那你的成就怎麼 不如人家做一個醫生 做一個農夫 所以這個有時候呢 就是 這是我們在認真想 就是 真的有天分的人 真是 什麼都會 對吧 所以我們的最大的機會是什麼 就是把專業做好 聚焦 所以說什麼課程呢 花那麼多時間在要求提升各位的素養 因為提升素養實在是很難的 好 那這個CFS呢 它有個很有趣的一個設想 它設想是這樣 它想要創造一個叫我們稱為IFS 就是它先設想一個情境 就是一個理想中的排程 理想中排程就是說呢 我今天呢 我今天有三個CPU的時候 我一 你可能看到 就是我三 我如果 我講錯了 我今天系統如果有一個行程 那我就是把這個一個行程呢 分配給目前有效的硬體 如果它一個 我就分配一個 如果是四個硬體的話 四個CPU核的話 我就分配 各別為四分之一 那如果說有三個行程的話 我就去把它切三分 所以它就是我們稱為一下 IDEAR Fair Scheduling 然後這個概念很簡單 但是它的問題呢 最大會最大會 這個就像那個海沙 對不對 你去大海那邊 你去海邊玩 對不對 你應該有這種經驗 就是你去浮潛 或是看那個海底 然後你看 你用腦袋想知道 這個大海底呢 不可能全部都是平的 但是只要給你夠多的沙子 乍看之後海底就像平的 對不對 因為沙子會均勻的 會均勻的這個 掉落在這個 這個大陸棚 掉落這個海底 那這IFS也是一類似概念 它就它不管你實際上有多少個硬體 它也 就是它不管實際上有多少硬體 反正呢 我把它切成很多的小整份 我有幾個行程 我就切割了幾個小整份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讓這個系統呢 是什麼 理想中的那個分配 但是呢 這個東西呢 是不現實的 它最大不現實 因為切割任務 本身就會有Country Switch Country Switch就是要時間 然後這個是很大很大的成本 所以事實上呢 CFS呢 把這個概念把它調整 就是說呢 它沒辦法做到 理想中的那種 IFS Idear Fair Scheduling 但是它就創造一個東西 Virtual Long Time 它就是用一個 一個中間層 一個中間的數值 由這個數值呢 去推算出呢 最後我一個任務 應該要佔多少時間 也就是說 以前呢 在Big O1的時候呢 是給你一個優先權 我算出你應該要多少時間 這是Big O1的做法 那這樣做的話 其實對某些任務 是很不友善的 所以後來就很多那種Bonus 如果你有記得上週 我們那個投影片裡面 講的內容 然後那個 CFS呢 就希望可以跳過這種 就是那種頭痛一頭 腳痛一頭 一腳的問題 所以它就引入一個叫 Virtual Long Time 那注意到這個 這個也是剛才講的那個 麻醉醫師 CK的概念 那這只是CFS 把這概念重新做一次 好 然後呢 這裡面呢 在數學上 終於要講數學了 數學 數學 數學上呢 我們稱為叫Proportional Share Propor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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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e 那注意到這邊呢 就會對應到一些論文 那你就會 我們這邊都已經幫你載論文 但是還是強勉建議 你之後還去看它 好 那這邊呢 就會有些數學士 因為很多坑頭書 都不太寫數學 那我們會特別寫 而且我們這些講數學士 不只跟你講它的原理 把它做出來 然後 這邊的話呢 就有一些觀察 一樣的請你花點時間去看它 好 然後 接著我們會把前面講的數學士 就是把它對應到程式碼 但對應到程式碼的時候 你會說 咦怎麼長這樣 對不對 它是數學士跟這個東西 乍看沒有什麼鳥毛的關係 對不對 你看 數學士長這樣 然後但是 真正在坑頭裡面長的東西長這樣 你會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然後呢 這有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忽略前面的數學推導以外 有一個很重要 甚至你可以說它的出發點 因為呢 在坑頭裡面呢 其實是不能用浮點數的 所以在坑頭裡面呢 用浮點數呢 有可能會導致一些就是 因為浮點數可能會有 額外的trap 一旦我在坑頭裡面已經發生一個trap 的話呢 就是我可能會trap自己 就會導致非益起的狀況 所以最後呢 坑頭的方案就是說 它在坑頭裡面呢 除非你特別去寫 其實你還是可以用啦 你還是可以呼叫這個API 還是可以去使用到浮點數 但是在坑頭裡面 用到浮點數的機會非常非常低 像你用這個韓式去找 其實你大概只會找到 找到三個地方 就可 欸不對 現在剩下沒幾個地方 你就會 RV隊友不算 就是ARCH開通不算的話 你應該只會在 在哪裡看到呢 在 就是RAID 跟那個Storage有關的部分 然後 那就是它在坑頭裡面用的很少 那所以呢 也因為呢 坑頭裡面不能直接用這個浮點數 所以導致呢 我們這些數學運算呢 其實花很多時間 對它去做調整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上週要先教大家數學 那教這個浮點數運算 然後更導致我們要教大家這個 BYS運算 因為坑頭裡面大量的BYS 就是這種 就是它要先做這種 數學的推理 然後呢 甚至還有一個額外的表格 你看這個表格 你看這上面表格是什麼 上面表格呢 是 是這個 88761 然後底下呢 有一個額外的表格 它的表格變成什麼 變成 48388 48388 這是什麼關聯呢 就是 就是它要做這個操作 那為什麼要特別去 用一個什麼2的32次方呢 這個東西呢 就跟它位移量關 就是它有一個 它會做這個Shift 就是Shift 10個位元 然後 所以它就是把這個原本呢 是用浮點數 才能夠表達的東西 轉成一個定點數的形式 那就是要定點數不見得有標準 那這邊來就 就是特別提這個議題 然後 再來是那個RUN Q 然後2.4不用看 因為那個2.4 我們會搭配之後的課程再講 然後接著我們來講那個 最後一個部分 最後一個部分是什麼呢 最後部分就是講那個 第三章的部分 就是 就是 我們第二章希望去探討概念 然後第三章才是去講這個程式嘛 好 那第三章要特別講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科諾怎麼去實作呢 好 然後就是你要了解3.1 好 那3.1的話 裡面有些東西 你要特別去慢慢去閱讀 好 我這邊我就不講了 請你花點時間去閱讀 然後 比如說 然後 裡面會接到這個TestToc 那就跟前面講那個3.4有關系 然後 然後這邊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在這裡 這個Schedule Class其實它是一個結構體 然後包含不同的Function Printer 然後不同的Class它就可以去替換 然後這個東西的操作其實是OP 不要懷疑這個OP就你知道OP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所以在坑洞裡面大量 不是有而已 大量存在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對你沒有懷疑,這真的存在 然後我們這邊就做一些說明的解讀 此外你看又看到什麼機體管理了 所以為什麼第一章要特別跟你講機體管理 因為這邊會出現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 O紅黑素 就是我們講CFS的時間複雜度 我們講是B個O,Log N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裡面的實作方式是用紅黑素 那注意到這邊紅黑素 跟你在課本上看的紅黑素還是有很大落差 不是只有落差,也是有很大很大落差 首先跟你書本寫的一樣東西就是 就是那個紅黑素的這個六大屬性 然後那怎麼去羅特馬 應該知道吧 那不小解的話請你花點時間去翻閱 然後Linus Kernel裡面其實以前曾經有段時間存在 Avial Tree 但是後來就是陸續換掉了 那為什麼Linus Kernel用紅黑素而不是Avial Tree呢 這裡面就有列出一些考量因素 就是Linus Kernel這幾年已經壞掉很多了 那所以你在Kernel Source Code 只能在極少數的地方可以看到Avial Tree 你可能要花點時間找它 然後 對,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在Linus Kernel的紅黑素實作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紅黑素不是要以顏色嗎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應該需要一個欄位去標示它的顏色 但是呢,就像我們在這個兩週前的那個課程有介紹 Linus Kernel做法是這樣 就是它把Parent Node 跟Color把它合併起來 為什麼可以做出這件事呢 就是你要去看Alignment 要看那個我們有個講座講那個 集體管理還有Alignment那個原理 那此外的話呢 Linus Kernel的紅黑素的用法很特別 就是它要必須要自己去實作 insert,自己去做search的實作 然後再來是說 Rong Queue 就是我們要挑出任務 然後 我們直接在講那個CodeRoutine的時候呢 是用LinList來做 那這邊的話就是用紅黑素來做 然後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你要了解說它的那個實作 那其實這件事的中間會涉及到Lock 注意到這Lock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就是Kernel裡面的其實存量大量的Lock 尤其在Schedule裡面 它其實存在了幾千個地方會有Lock 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成本 就是Kernel的Schedule在運作的時候呢 它可能需要 可能會涉及到數千個Lock 在一個典型的一個 不要一個時間 不要一個一秒 這樣的時間範圍內 數千個Lock是會發生的事情 好,那這搭配剛才前面講的那個紅黑素 那就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紅黑素 到底怎麼去挑任務的 就是我們用紅黑素 然後呢,我怎麼去挑出 然後注意到 它會特別有一個Left Most 就是 然後這邊還會涉及到一個東西 是叫Cache 就是這個 注意到這個東西 這是 顧名思義就是Cache過的那個 紅黑素的節點 因為我們在CFS來講的話 永遠要挑出最小的Virtual Run Time 那就從最左邊挑出來 好,所以請你就去閱讀這個相關的材料 好,然後第六週的話呢 我想就是大家對這個排層 對關鍵的系統補教 好,那特別是跟那個 一個形成狀態有關 好,那我們下週呢 會來正式 正式來講這個Process 好,那這個有些材料會再提升 好,然後下週呢 我們有機會改到Nins Kernel 就這樣有機會 我還是在設計作業 就是下週你會遇到這個 遇到這個高性能的這個高效的這個Web Server 然後但是你也會有機會碰到這個Nins Kernel 然後我們會提供一些工具 提供一些教材 讓你可以去探索Nins Kernel 那包含說怎麼說在探索的Kernel 其實也不是只是看而已 我們是做大量的實驗 好,希望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逐步學習 好,我們今天就到這裡